直播已开始了 打开吧 然后微信我也打开了 然后我再把那个 我看一下 我用大号转发一下直播机 我把这个腾讯会议 发给安诺尼老哥 看他今晚愿不愿意来 那得看他有没有空了 他刚才刚从学校下班回到家 对他挺忙的 他本身就可以作为安理 我翻第二章的时候 正好就说到 新自由治愈国家的公共交通 他正在深受其害 突然才发现我直播间的标题没改 我得改一下标题 嗯 我是不是要把那个 在群里发一下 有好多人是不看的 先加一下全体成员 你们重庆一下直播间 看一下我的标题是不是改的 先吧 我看一下 我觉得今晚还是得讲一讲 那个统计过程控制 后面 讲个大概 那个案例 讲个大概就完了 用了挺多的 就用第一个例子来 就OK 你知道他是大概怎么样一回事就行了 本身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 我想是直接第一个例子 就可以当一个非常简单的那个 统计过程控制模型 才刚刚谈到这个不合格品吧 对就是第一个例子那个图表啊 对 我为什么对这个例子 我不是特别想展开讲的太多 或者是大概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就知道了 我这样跟你讲吧 我干了20多年 类似这样的需要用到这个级别的案例 几乎没有 你只能在课堂上看到他 你到现实里 你去操作一两次你就知道了 你遇不到这种情况 因为他本质跟金融学是一样的 他假设无数个前提 比如说理性人前提 什么前提 什么前提 一大堆前提 好了 底下人只要给你随便搞点事情 你问你麻烦就来了 然后你这套东西就是屠龙之计 屁用都没有 你用他来讲 讲明他这个管理的模型 或者把它运用到 组织管理的其他方面 这个东西是合适的 唯独把它运用于管理产品本身 在赛里斯当前的环境中 非常不合适 除非你是高度固化的 时间非常工艺非常久远的 已经固化在公司内部 标准是非常明确的 技术是非常成熟的 这样的工序 你去搞这套东西 就是这个前提条件太多了 就跟 但是你仗不住就是 现实里就是这样的事情 你就像金融学这个东西 像谁都知道金融学这帮人 你讲的不好听点 你包装到债花 还不过是你找我 我找他击鼓传花 看谁最后传到谁 对不对 但是你抵不住他就是有利益出来 你炒得好长期长先短先去搞 你确实能够前身前能增值啊 那能增值那就解决了一切 包括他的理论基础不完备的问题 比如说著名的理性人假设 谁管理论啊 没有人管不管理论 没有人管他是不是理论 人家只管我我照你 我能不能在你上赚到钱而已 然后所有的理论只不过是后续的背书 和其他方向的问题罢了 就是说虽然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喜欢啊 先变金变银那个大概差不多的东西 然后再去做事 但是事实上你不管是东大还是西大 有大骂人是为结果论的 他只要这个结果他觉得他能挣钱 那好 我不用去考虑其他的东西 有人开通舰长 这个应该是老舰长续飞 感谢虚烟蘑菇续飞舰长 嗯 那么好 闲聊时间结束 大家已经进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直播内容 今天我们是正式读书 那个戴明博士的走出危机的第三集 原计划呢是要在周六晚上直播 我是一直想把这个读书的活动啊 从周一改到周六 就固定下来 但是周六呢大家都有事情 所以周六的直播呢就临时取消了 那本周是能不能移到周六呢 那在意 那我的目标我希望是能够把读书活动移到周六的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就以后就固定在周一得了 因为周二差不多 我是固定要出去逛的做帕路的 对吧 所以呃 周一的话我想相对来讲 周六又有固定的内环 那么周一我相对来说的话 呃 我想弄成一个机动的 就有时播有时不播啊 然后那个固定的放到周六 但是这个再说吧 这只限了一个想法啊 什么叫做结果论也能被AOE啊 感谢是谁结果论AOE 就是哎呀 你们为什么觉得我讲的那种东西 我都是要分是非和凭对错呢 我很早就讲了 我评价一个问题的 虽然我有感性的有冲动的 会有情绪性质的发泄啊 不太公正的评价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经常会这样 而且我还不是说AOE啊 我是经常会这样 但是你让我冷静下来 我自己是知道是怎么回事情的 就是说 其实是世间的很多事情呢 你谈对错是没有意义的 你只有谈合适不合适 然后我们在前几期的金融里面 我们谈到过沟通失效的N种模式 逻辑接不起来只是一种 那更多的就是什么呢 更多的在沟通沟通接不起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断章取义取之珠 取之于不要断章取义 你就不要讲背后转速的沟通了 就连当面的沟通 我刚看到有一个人给我发警示啊 警告我说 我有一期半内环讲的是最差的啊 就什么帮满清洗地啊 什么轩扬血统愣啊 或者其他方面的东西啊 我的第一环就得啊 哎呀您您您的抽减感情感情是吧 您自己啊就是我打当个比方 就马金庸的经典招数啊 马金庸的经典招数 就我不跟你讲道理 我直接在你面前内裤一脱 直接裸奔啊 然后你的脑子就没有道理了 你直接是大小头换位了 跟着别人信息中对你刺激性最大的 那个信息走了 你只记得住你看的非常不顺眼 或者对你刺激非常大 或者你觉得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然后你完全忽略了这个话题的前因后果和前提条件 那你不知道在讲这个话题的前后话 它的整段话要表达要表达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知道的 你只记到那个刺激刺激的你最兴奋的那个最强音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事实上沟通就是比较难以进行的呢 只能各自冷静一下回头去想 包括这时候我其实这样我公开我公开指出来啊 我公开指出来说啊 你是不是要回头想一想 你是不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那如果如果如果是类似这样话这样去沟通到 都很可能会伤和气 尤其是在赛里斯这种相对比较 那讲面子的氛围内 感谢那个我有吃死我自豪的SC 就是史蒂芬兄弟生日快乐 你今天过生日吗史蒂芬 你可不可填的是认真的还是 对我今天今天我生日 我来感谢他吧 你们感谢一下感谢一下 前面还有个爸爸老哥的那个同样的SC 感谢一下两位好兄弟发的SC 大家一起直播间过520 你们这个感谢来感谢去最后感谢到最后把钱感谢的到了我头上呀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乖乖的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是我其实内心又有点小窃喜 就我顺带这样子的话 我顺带讲一下这个事情吧 哎你们今天520 你们不要乱搞那个事情啊 不然人家会觉得我们真的像邪教大型什么奇怪的现场啊 对 然后其实我想借这个 今天这个开头 我再占用5分钟左右时间 稍微讲一讲最近群里发生的一些事 你们老是要让我去去干这个 我直接聊到跟你们说 我最近是越来越没有精力管你们群里的事情了 我讲了很多遍了 就是老舰长不必怀念以后以前在150件以前我具备充足的精力从早到晚啥都不干 我只要睡醒了就在QQ型直播 QQ型直播完了下播以后 继续在阿比和其他地方为那个直播 我现在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因为我现在有其他的 有大堆大堆的其他的事情要做 所以接下来的话 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希望舰长群的讨论 能够保证在之前的 人比较少的那个水准 那么就有几个前提 我很委婉或者是很直接的 跟所有人都谈过了 你们首先交流要有交流的样子出来 如果发现在变精了 你们小情约加变进去 或者一对一变进去 再用大群变精 我认为你们变个三五回合就差不多了 就该收了 变到后面上不了头的话 就偏执行变精 那肯定是会影响所有人观感的 就是因为一开始大家在看见长群的时候 是觉得看群历史能看到很多东西 能够互相印证 现在看来看去都是满地的打滚 摆江湖之隔 或者其他这方面 那么这样避难导致的结果是 我又忘记发会议号了吗 稍等 我切换一下 正好也在讲前言 我把那个 我把会议号给 我把会议号给那个谁发一下 这样必然导致这个群的说你说管理也好 会有所变化 那么因此的话 我打算让一些人来试一下啊 什么叫做依法治国 注意啊是依法治国不是依法治国 而是依法治国 然后呢本身有意向又有时间去管这个事情的人呢 那么有几位比较老的舰长呢 他们就自己自己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表决 那么至高奋勇 我挑了几个 但是我得说呢 那无形老格的开局是非常糟糕的啊 他基本上是以毁灭我的性的方式 然后也毁灭了他的性啊 这开局很糟糕 然后我们我们几个相对来说 管过团队的人商量的结果是这个很明显 这是年轻人第一次管组织啊犯的常见错误啊 包括我自己当年第一次管组织也犯过那时候错误 但是对天崩天崩的天崩开局啊 完全就天崩开局 然后但是我们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大家知道我早年我这边是有过两个大额打赏的 那么其实我很早就说了就是你大额打赏的话 那我觉得对你的义务会多一些 如果你在现实中确实没有管理组织的经验 然后你将来又可能面临到要管一个组织的话 那出于这几点 我乐意把这个建长群在立下基本规则的角度下给你们去锻炼 那么一个大家都知道是大师兄 还有一个就是无形老格 还有一个帮我们服务了很久的一位第一开头的一位老建长啊 那么他们三个实现的主要管这个建事物的人啊 当然他们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同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三个人合起来都不见得有我当时在150届以前的经历 就是醒了就在看群聊天 就是我当时是怎么能够维持这个QQ群的氛围相对OK的呢 那是说白了就是因为我有时间 你们你们当时啊 你们当时最最夸张也就一天大概发个2000条左右 我当时看得过来 再加上我没其他事 然后我现在有其他事了 我现实里有其他事了 包括建长啊 还有大额付费用户啊 你们都懂了啊 然后增加 我肯定有精力 我肯定精力要朝其他地方倾斜的 我现在我自己对群进行抽检 我都没有办法妥善管理的时候 那么我认为他们接下来的三位同样也是用抽检 因为他们都有现实里的事 因为没有谁是有可能脱禅 一天二十四小时来看这个事情的 所以管理中肯定会有误判或者其他的问题 但是呢有一点现在公司的所有的群规呢 是管理层共同讨论过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让他们再试一下再去管一下 因为我认为我们群要杜绝的第一大问题 就是无下限的死循环 讨论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大家变精录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提供了小群 你们加小小群约价群 或者一对一约价群 我们提供场地 但是不要在大群里面变精录脑 一开始我们的做法都是会警告数次 警告数次 然后第一次上行是一小时 一小时啊 就是所有人都是参与者 我知道前一阵子 因为从我不大有精力管群以后呢 大家习惯了没有管理的非常自由的 这种满地打滚的群的风间 这种空间大概已经有快有一个月了 有大半个月了 但是本身这个群的本身 它是一次什么呢 它是一次典型的组织在进化演变过程的过程 因为我在上前几次 我自己亲手把群的几次危机度过去的时候 我就说了我的底线 底线是什么呢 我能够接受这个群爆炸 随便你们怎么搞 随便你们怎么搞 是吧 然后呢 你群是组织的快速进化的一个样板 你正好可以通过直播中和你亲自实践交流中 你无论是作为管理者还是实践者或者是旁观者 你来感受这个群的变化 犯了组织的哪些问题 就用我的话来讲 我直播还没讲到 但是在我自己看来呢 组织跟人一样的话 它是有生老病死的 你迷恋组织在某个状态 群在某个状态 禁止和固化 本身这个要求就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 因为世界是动态变化的 群也是会动态变化的 但是我又知道我这个群相对来说 可能比别人的群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 很多人把这个群在群里聊天当做了一个毛 这对他来说很重要 所以他在群中说的话 能不能被群友和其他人认可 那就更加重要 但是今天我得无情的说一句 就是如果有不管你是或明或暗的 你但凡你有这种类似的想法 本身你的初衷就已经和我直播讲了很多东西的初心就矛盾了 群是一个交流和正道的场所 但是不应该变成你人生价值观的锚点 所以这一点我借这个机会今天的开头 首先给大家采明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呢 你们很多人在提到我一个直播频率的问题 没错我这个礼拜要考虑手术的事了 所以我的频率肯定会下降 一切是要等手术以后我才会恢复 但是现有比较固定的 比如说每周至少一次的内环一次的读书 或者是一次的金庸至少三次会保证 这也跟我现在时间经历 要被其他事情给分担有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建长群就是更加的成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些新建长 需要帮助去理解一些老直播 谈过的一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渠道了 所以因此我也认为在这个时间点 约束这个群的聊天和沟通的一些规矩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然沟通来沟通去的话 就不到这个群里我看到都头疼 不要说别人了 就是在我看来我要把群一天 你们在这种情况烈化以后的这种聊天 我把两千条看明白 好了我得补充糖分了 我得补充糖分了太复杂了 你们不要把这个 不要把本来大家为了把事情搞简单 搞明白的一个群搞的特别的复杂 虽然这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我请大家把这个群 能不能搞成一个新手区的服务器 新手村你们在这个群里的沟通能不能简单点 你们社会是你们在社会里 你要有一堆眼一堆眼是自己和其他的东西 我非常理解生存必要 但是这个群你的任何人在我这边也 只是我有没有经历我又没有愿意花工夫去跟你跟你去唱对台戏而已 大家简单点这个群就是一个沟通交流 帮助大家理解一些以前直播讲过的一些可能不太好理解或者不太好沟通的问题 他本身这个群也是一个很大的教具 任何人包括我管理这个群出的问题 包括其他管理员管理这个群出的问题 都可以拿出来讨论 但是不要人身攻击 你实事求是的公开讨论就行了 苦口说有用吗 没用 所以到最后肯定是秃秃 肯定是秃秃 对的 但是你不说你秃秃 别人会以为你疯了 就这么简单 你说完以后再秃秃 那至少说得过去一点 然后愿景方针目标我讲了好多遍 现在大家还搞不清楚 怎么样在依照愿景方针目标的情况下 你们去做好沟通 如何在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求同诚意 哪些情况下应该看出看成是愿景 哪些情况下应该看出的是目标 还有很多人分不清楚 那在我看来你们要学的东西还多呢 好吧那今天看上班已经讲到太多了 我们今天主要任务是读书 我们不聊那些其他的 总之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你们要讲所有的问题的话 说一千到一万就是因为我现在精力不够了 所以你要想群很多老舰长跟我反应的 想要群维持在以前一百人一百五十人的 比较良性的互动状态 当大家出现有正义 出现有正义的时候 我一定会天呛正义 我直接下来裁定 这种机会在将来会越来越少 我希望有一些老舰长能够这样 包括七十老哥和其他人能够这样子 但是我不希望他们在裁定的时候 是有太多的自我的 你们可能发现我在很多次 你们有老舰长有回忆的话 我在裁定的时候 我是首先是无我的 甚至是首先把我自己批判一顿 我在裁定 我顺带讲一句404边缘的话题 这就是教员到后面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必然走向那个方向 因为他用破除崇拜 领袖崇拜的方法去做的 他做的是实施求是 但是结果是其他的领导人接不上招 那就导致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 认知到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就是别的领导都在瞎搞 只有教员是在实施求是 再加上塞里斯本来的传统 就有那种什么叫做 明君奸臣的这种经典叙事 皇帝都是好的 都是大臣把事情给办坏了 那导致后面这个事情发展到一个 无可救药的一个必然的结局 很多人去讲他原因很多 但是在我看来的话 组织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最高管理层的水平 已经明显称吃不齐 其他的你甭管去跟我去讲什么阴谋论 有的人是为了啥啥 我不谈一切的阴谋论 我就算上你阴谋论 但是你水平就是不行 明显明显差半个段位 或者差一个段位 那么你必然会出现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同样的事情呢 然后同样的事情啊 同样的事情 在我们群过去的一个月中 已经上演了三次 有一些在疑惑的新建长 不是特别明白新建长 你只要看看最近一个月的几次的重点的 包括老建长讲的啊 几个主要人物的重点出场顺序和逻辑 稍微看一看就明白了啊 我说了说了不说了 然后又又说了一大堆 就所有组织的演化规则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必然的原则是什么 你如果真的行 你不想上这个位置 人民群众都会把你抬上去 如果你真的不行 不管你前面演的有多好 你装的有多有问题 你用了多少的手段 你用越多的手段 你到后面越会变成你的回旋标 你等到自己成熟和成长以后 你越会后悔之前 而用的手段的幼稚 或者不成熟 或者等等等等等等问题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我想说的是 这是所有人在成长中必须经历的过程 就是什么呢 我横着就讲了 就是人经常最讨厌的是什么 他最讨厌的是上一个版本的自己 他在玩他在玩这个版本 他在玩这个版本的那个叫做 他在玩这个版本的一个一个游戏的时候 他是非常非常讨厌自己 在上一个版本的游戏理解的 然而呢你在现实的人生中 他的避难的过程 要必然是这个样子的 你不可能说你突然就到了3.0版本 你一定是1.0 2.0 3.0 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你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人其实一辈子最难的 就还是王阳明的句话 叫做破山中贼意破心中贼难 为什么上去喷别人 把这种出现问题的原因 归纳在社会 归纳在他人身上方便 因为人是最难过自己这一关的 问题就在这里 感谢巴巴的那个SC 剧透第四章 对你这个SC跟我那句话是连接在一起的 就是任何一家企业或组织的最高管理层 必须公开表明他们对团队长期愿景的重视 并与其羞怯与共 那么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这个笼藏的抬头 就是我现在这个笼藏他抬头的核心就是怎么说的 就是什么呢 我现在这个建长群其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交流群和辅助学习群 所以从这从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的愿景是这样的话 一切你要通过种种奇怪的手段 占有群内资源 没有把帮助新建长 把一些问题搞得更明白 反而搞得更复杂的行为 我都是反对的 你们要见证可以 你们得见证出一些东西来 你们哪怕讲一些实时乐点的问题 对吧 哪怕你们没分析出东西来 但是你们在友善交流 那也没问题 他至少是有效性信息 但是一定一旦到了我非说服你不可 那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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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不要看到的 有这时候你们谁都想不到 是不是该退半步 那好 我们不再讲这个了 我们从算起我们读书这个例子 开始今天正式的读书活动 我们上次是不是读到这张图吧 两位 对 就是正好是这张图 就这张图还没开始讲 只是读了那些文字 读出一下 你把画面放大一点 还是150或者200 150吧 好 150 150放大多了 好 来 今天是你好疲倦 我走的路长了 感谢 是谁 我今天走的路好长了 我感觉我身体在恢复 我以前是没感觉的 偷知身体也不知道 你知道吗 然后我现在身体恢复了 还有一个疲倦的原因 就是你们见长群 还在给我搞事情 这个肯定占用我脑细胞的 那你们开始读吧 我看一下 我从这一整段就刚开始那里读吧 就是在上面一页 那个正确的做法 在上面一页 以日本为例吗 对 最后一句话 这里我们读过了 就是最后一句话你读完 就是相当于一整段连贯下来 行吧 你反正稍微有点重复问题也不大 你直接开始吧 连接直接开始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第一步在选检中记录数据 并绘制过去六周内 每天的不合格频率趋势图 图二显示 每天实际不合格频率平均值 上下的随机波动十分稳定 每天的这种不合格品的生产和变化 非常稳定 并且可以预测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这里存在一个稳定的生产不合格品的系统 见本章第十一页 任何实质性的改进都一定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 而管理者的职责就是找到正确的改进方向 寄希望于恳求或要求工人做得更好 是完全徒劳的 我把图到这里给读了吧 这张图就是 你鼠标往下滑一下 图二的解释 对 图二的解释 我把这里读了就OK 这张图展示了改进前后按天统计的不合格品率 改进方案是制定操作手册 向工人们说明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制定操作手册前的不合格品率为11% 之后降至5% 在此我要向大卫S钱博斯表示 我的感激之情很荣幸能和能与他合作研究这一案例 现在可以讲一下这两幅图了 你当时看这幅图 史蒂芬你对他的理解是 我当时理解其实很简单 把它当成教科书上的一个普通的模型 然后看完之后挺好理解 就说明里面好像确实是可以通过改进 就改进生产过程就可以提升良率 就合格率 然后这一点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自理单单看就是一个简单模型 然后如果再往后看 我是后来翻到后面的时候 就讲到统计过程控制 然后再反过来再看这个的话 就发现这一整个模型是比较生动的 比较精准的 对 我觉得我们需要把整个模型的论述讲完 我们再来分析这一段 可能观众都听到有点一头雾水 喂 OK 那我就开始读下面这一段 什么是管理层应该做的 人们通常根据自身经验给出建议 然而很有可能 无论是工人还是管理人员 还是质量检察员都一样 都不能充分理解什么工作能做 什么工作不能做 经理和两个主管最终接纳了这一建议 并着手处理此事 经过仿佛尝试和试错 他们在七星期内制定了新的操作手册 这个操作手册原文里面 如果按照现在ISO的9000的定义来说 应该是操作定义 并张贴给每个人 新的数据显示 不合格频率已经下降到5% 详见上一页的表格和图2 就先读这一段吧 他这个例子 我觉得我至少我作为读者 我读下来 我大概知道他讲什么 但是我不是基于他的文字获得的 因为在我看来 他这个例子还是没有讲完整 就我们简单 以我现在 因为我没有看后文 我没有看后文 我现在以我现在的一个 对这个东西的 我字面上的认知 来给大家做一个导读 就是他这两个图 他要论述的是一个什么过程呢 就是所有的条件都没变 他重新制定了操作手册 那这个操作手册 按照现在的翻译 经常会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SOP 经常会把它称之为SOP 然后他达到的结果是什么 你会发现他不合格频率的 原来数据的中心也变了 他都是以30天为例 因为每天的不合格频率 他可能有一个上下波动 他的均值从原来的10左右 降低到了5左右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在他看来 这两个对比 你粗略看看 就是他这个不合格频率 上下震动的幅度 其实是缩减了的 他有可能峰值极差 峰值极差 就是他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有可能还是差不多 但是他跑到比较离谱的 极端的边缘点的概率 是大大降低了 你从这两个对比来说 是这样子 然后这两个 这个表格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是非常浅白 非常浅白的 有可能是为了阿美利卡尔人 糟糕的数学能力量身定做的 但是 就是我们现在 当然我们这样批判是有一点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意思 就是这个 我之前讲过这个笑话 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看任何一个手游游戏 所谓的帮角色排T0 T1 T2的表格 都比这个表格做的复杂 就换言之就什么意思呢 我很早就说过这句话 现在的年轻人啊 跑到20年前去当部门经理 各个都是人才 做到这个表格都是20年前的部门经理 绝对做不出来的表格 但是我其实这句话还长了半句 那我长了半句 今天可以表述完整就是什么呢 现在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非常喜欢搞这种表格抽象 或者逻辑的东西 但是跟不要说跟10年前 20年前比了 跟20年前老到现在还没有退休的 一线的管理人员比 他们在实践上差的太多太多太多了 我补充一下 你说 其实我们那个 因为我们这个读书啊 因为是一周一次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都已经忘了 上两个周讲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其实代明在这里讲这个案例 它其实是在说明那个 还记得我们最早 这个应该是在第十六页 你应该能够直接跳到第十六页 十六页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有一张图的 这张图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系统的一张图 就是从产品的生产到最后到和顾客反馈 然后再回馈到改进十六页 还要往前 对 有这张图其实 不是这张 不是这张 十六页 在你的左下角有页数 左下角有页面 页数 这里十六页 对 十六页就是这张图 对 就这张图 那么代明其实在这里插这个案例的目的 他没有讲明白 他是怎么去在系统里面做改变的 但实际上他的意思是 我在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工程师怎么改变在系统中增加了一个变量 导致最后使整个系统的数据全部往上走 你看到他后面他还 他后面他会讲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的改变 导致他整个系统包括他的增长带来哪些增长 他其实是在讲这个意思 所以正常来说我们读书不会说是读这一段 然后过一个礼拜再读 所以他其实因为我们翻译的时候是一直就顺着翻译的 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就知道 他是想再证明一下前面那张图就是反复论证 前面那张图一定是要在系统外给他制造一个变量 然后去改对系统的所有的问题进行改变 而不是说在系统内部就是怎么努力都很难有真正的反馈 包括他我们现在翻译到后面 后面也在讲这个问题 就有一个他拿红球和白球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到我们到后面再说他也是在讲 这个问题 他这里的其实要补充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得补充补充 那个时代阿美利卡的一个制造业的背景 就是当时大多数人的工厂管理者都认为 我要有所改变 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有其他的更多的投入和改变 比如说我生产规模扩大或者其他怎么样 那代名讲这一点的意思是我这张图上的所有的要素都没有做改变 我没有新的投入 只不过是管理者本身就是单纯的纯管理手段 就可以带来整个生产系统的正反馈 然后这一点呢 其实在我们现在很多的经营业组中也是会往往是被忽略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我们最近二十年赛里斯的制造业进步的太快了 我们所有人默认的我要带来我的工厂我的企业有一个快速改变的 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技术手段 就是纯科学的管理手段 不在他们考虑的一篮子计划内 这是个默认不存在的选项 当然也跟我们现在国内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管理方面的专家有关 这个我就稍微再补充一下 因为大家默认了要么我扩大规模 要么我改变技术 不然的话我的整个生产过程要么加人 要么加人 要么我调动资源 不然的话我整个生产系统不会改变 但是代明讲整个的例子是 哪怕我其他的东西什么都不改 我就改变一下我的管理思路 我就有这样的例子出来 但至于他的例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需要继续读下面一段 Steven 中长整体生产产品的品质提升 合格品率提升6% 总产量提升了6% 平均生产每个合格品的成本降低 利润增长 客户得到了好处 所有人都得到好处 这些好处在7周内就体现出来了 没花一分钱 用的还是原来的员工和设备 这是通过系统的改进实现生产力提升的一个例子 即管理层通过改进操作工序规范 帮助员工的工作更高效省力而不是更辛苦 再把这一段读完 可能 可能还有其他未被注意到的因素影响了品质 比如在生产要求紧迫的时候 领班也就是工头 为了完成生产任务 可能使用了偷懒的方法来加快生产速度 忽略了几量检查 这样的做法 让工人和检查员分析清楚哪些操作符合规范 哪些产品是合格的 那这一段其实就是我前面补充的那段话的意思 就是在大多数的生产管理者看来 我要现场有所改变或者有所提升 要么是加钱 要么加人 要么技术性手段 但是戴云这个例子 他讲的就是 他的重点是没花一分钱 用的是原来的员工和设备 也就是说我要通过我的管理的提升 不是靠什么自动化的设备 不是靠什么新的技术 我如果单靠管理思路的改变也能够提升 但是我这里再补充一句 我们讲了很多遍 就是为什么戴名的东西这么难学呢 因为戴名的第一刀就是砍自己的 他要求你管理层自己下基层 自己去和员工同甘共苦 去了解这个生产过程中的实质 在实事求是的有针对性的做改变 就是虽然这只是一句话 但是要做到太难了 大多数人就是这句话做不到 所以懒笨做菜 就是我只要投个一两万块 我搞台设备 只要能提高一点就行了 我也不认为我一定要提高到什么程度 反正有提高就行 但是戴名从头到尾 他这个例子要讲的是 第一你可以不改变任何物质条件 但是改变精神 也就说白了就能的主观能动性 通过管理层改进你的操作工序规范 以及管理 你的初衷是帮助员工的工作更高效更省力 而不是更辛苦 就是如果你初心证弄得好的话 其实应该是能能获益的对组织中 但是这个说法太抽象了 我们接下去可以去看 他是怎么去说他这个例子 他怎么做到的 然后呢 他再顺带讲了一下 就是说很多品质 这里的这个品质啊 其实是包含产品的品质和工作质量 这个这里如果翻译成品质的话 应该是有两充含义的 就很多情况有突发状况 比如生产要求紧迫的时候 领班或者班长 就会用简化或者偷懒的方法 来加快生产速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其实会带来两个问题 他这只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提到的是忽略了质量检查 让工人对法不再尊重 就是怎么说呢 管理层的性 管理层的性受到了破坏 为什么呢 你平时要求这么严格 对吧 等到你现在要马上完成订单的时候 好了 你为了做得快 什么标准都不讲究了 这也可以那也可以 对不对 那么工人和检查员将来是 是不是这里应该是翻译成 治检员会好一点 因为这是QC Quality Control 应该是应该是这么这么个情况 治检员 就是原原始的第一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检验员 然后他们这时候就会对原来的法 和标准会产生疑惑 那么进而会对公司原来的法的 法的那个叫做严肃性产生疑惑 所以发展到后面 当时代名时代 我不清楚有没有 但是我们在金融系列里面 我给大家看了一份文件 在有些公司叫做什么呢 就是说临时脱离公益指示书 对吧 为什么就是临时脱离公益指示书呢 就是这个原因 它要起到的就是一个补丁 去解决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权衡下来确实需要加快生产速度 我又不能影响我的那个 本身原来的规定那个严肃性 那么让品质部自己放 其实对整个组织来讲是不合适的 因为这属于执法者自己王法 对不对 但是这时候如果有公益部门 来出具一个临时脱离公益指示书 仅限本批 采取特殊的公益 我先满足生产再说 那出现问题以后我们怎么怎么办 哪些哪些部门担折 当然我们知道现实过程中 有很多部门是不愿意担折的 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理想状况 它这个逻辑设定的话 就能够在相对公司管理层的微信 受到比较小的损失的时候 能够规避这样的问题 但是代名提出来的是另一种 我估计他后面会提 我现在先不说 他提的不是这种打补丁的方式 因为前一种的打补丁方式 还是偏朱蓝派多一些的 但是代名从一开始 也有可能你可以说他太理想化了 但是我们后面看到他的文字 就是在说吧 我猜他不是这么去论述这事情的 以我对他的了解 我们继续读下一段 我想先说一下 就是下一段它是说消除剩下了5%了 然后现在就是我感觉我们先说一下 就是刚才好像也有直播间里面朋友说 搞不懂为什么产量提升了6% 就网上滑一下表格 表格就可以显示出为什么产量提升了6% 对就是因为合格品提升了 所以产量不就增加了吗 产量就提升了 你产量不可能把不合格品也算进去吧 你产量都是算合格品的呀 对对 这个问题解决就可以解决下面剩下的5% 其实我这里要谈到另外一个问题的话 你提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现在可能更多在制造业的年轻人 碰到情况是怎么样 我不检验就没有不合格品 我产品的性价比已经低到一定的程度了 我不存在所谓的质量问题了 我的质量问题全部是设计质量问题 我生产的波动我默认看到了就丢出来 我也不算 微乎其微我懒得统计 因为要消耗我的额外成本 到客户那边我也接受 因为本来就是个便宜的不得了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的 现在好多利能微薄的小企业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这样的 我不检查就没有不合格品 你来跟我谈什么管理 谈什么不合格品 不需要 我用的是真残实料 就结束了 我只需要规避那种傻子都能看出来的 特别离谱的不合格品 一般的这种技术性的不合格品 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 这也跟我们 就是我之前提到过 就是因为你的工艺的快速进步 会导致你的工艺的完善度 会导致你的合格品力自然而然的提高 就会降低你在管理 在生产中的一个权重 但是它本身这个模型 它是50年前的模型 它本身是要说的是 除了技术能够导致你的合格品力提高以外 管理是另外一个重大的因素 当然我在跟国内一些人去聊的时候 聊得太直接了 有的时候会伤感情 就是你们听我说过 为什么江浙一带会有一个人数规模 大概在300人以内或者上下 因为是行业不同略有波动 然后一年的产值不是净利论 就是说产值在2亿人民币左右 这差不多是浙腔中小企业的一个 那个应该叫做罚值还是叫做育值 对吧 到了一个极限了 为什么呢 它的这个论述点其实在什么地方呢 它就是基本上平均来讲 你搞各行各业 以你老板是一个精力旺盛的超人 我就换个说法你就听懂了 就是你作为QQ群群组去全检管 这个QQ群的上限可能就是150人 超过150人你就管不了了 这是你的精力决定的 就是换言之就是什么呢 浙江之所以他们长期摸索 会坊间公论 包括有些书都这么明确写 2亿的产值是浙江企业的一道鬼门关 你过不去就一辈子卡在里面 就过不去了 就在2亿以内 但是你过去以后呢 稍微有点风口 你就会变成大企业 为什么呢 因为决定这个过这个关口的决定的 就是我们谈过很多次的 质量是企业的灵魂 这里的质量 你甚至不是单指产品质量 而需要什么呢 需要特指你的管理质量 换言之我讲的再直白一点 2亿产值以内 你可以八仙高海各线神通 凭你的经验性质来管 但是你在2亿以上 你一定得有一套自称逻辑的啊 自称逻辑的相对能闭环的 能够通过能管人的 能管人再管管人啊 管理有了有了阶层的 但是能够靠背不走样的 比较规范化的管理 才能帮助你的企业迈过这个门槛 那么因此我们又可以明白了 为什么在国内赛里斯很多人很多公司啊 他不重视质量管理和其他方面 因为他自己没做诉求 他可能离产值两个亿还差的远 他现在目标是今年产值5000万 那么相当有可能 他不需要太规范的管理 老板自己看得过来就行了 老板自己是销售出身 或者是技术出身也就OK了 但是我们现在在探讨一个管理学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把这个书里谈到的一些事情 他在当时背景上 戴米博士是要说服美国的一些资本家 去重视到管理本身能产生的效益 他是要起到这个目标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在现在包括在公论可能制造业发展的最好的包邮区 你去念经念这个经 人家不一定要 人家不一定要 我必须得明确提醒大家 但是会不会 你自己会不会 那是一回事情 你的老板要不要 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将来你自己龙汇关通了 你有没有机会自己去当老板 那是第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 我不能说有必然的关系 那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这一点我首先得给大家说明 给大家说明 然后我们继续读下一段吧 好的 下一步 消除这5%的不合格率怎么做 首先我们注意到每日的数据仍然围绕5%的新平均值稳定波动 因此我们又要重复一次原则 任何实质性的改进都必须通过对系统改进来实现 这里有一些可以考虑调查的方向 第一 运行状态不完美 第三 在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上的操作规范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 将每位操作员在两周内的生产的不合格频率 绘制成图表可能会是一个好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可能会发现有一个或两个操作员的表现相比于 与其他人来说数据是更差的 如果确实如此 可以先尝试是否可以通过加强培训来帮助他们 否则需要将他们调到其他岗位 见第八章 在这个阶段未避免误判 需要仔细检查进货材料 看看是否是来料导致的问题 基于同样的原因还要关注机器的维护状况 我直接读完这一段吧 行 生产 生产线上共有24名工人 质量检查员会在物品经过的时候 随机抽查一箱进行检查并记录结果 接着在随机栏下另一箱进行检查 我问他你是怎么处理这些记录单的 他回答说 我把他们堆在这里 当堆得太高时我就把底下的一半 也就是过去的数据增进垃圾桶 我问他我能拿走上面的一半吗 就是最近的数据 他高兴地同意了 我们拿走了上半部分 这是过去六周的记录单 这些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图二 左半部分的数据点 你们下面一段会有更多的联系 下面一段我们等会再说 现在这一段你们在翻译的时候 你们当时有什么感觉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翻译第一遍的时候 前面这一部分我感觉还很正常的一个例子 但是后面这一段他说质检源的这里 其实我是有些感觉这个例子和上面有些割裂的 质检源的例子和上面有些割裂吗 就是我的感觉是他放在这里有些突兀 如果就是放在别的位置会更好一点 我确实我也认为他这一段这个例子在这边有一点突兀 这个可能要结合还是得结合时代背景 才能更明确的搞明白他想表达什么 但是从这里来讲的话 从他的第一段我的看法是 他其实在这里展现了一种归纳法 他通过数据统计 他给你先区分成有没有可能是来料加工困难 有没有可能是设备本身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操作规范的问题 那么这三点在现在的管理下都被归纳成三点 这一点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料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机 这个叫做法 然后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个口诀叫做什么 人机料法环对不对 人机料法环 人他在下面谈到了就是什么呢 他通过归纳法去比对两位操作员 两周内生产的不合格频率 那这就是人了 他把这个东西一比的话 那是不是人员培训没到位呢 我通过互换岗位的交叉验证 我可以确证这一点 我要么能培训的培训不能培训的掉岗 对吧 他其实这一段的过程到现在 这是当年他写的书啊 最近可能在很多我们搞质量管理的人 看来有个非常相对明确的一个图表 那个图表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人机料法环 后来还加了一个什么呢 人机料法测环啊 但是这个测一般是翻译成测量 但是可能用我党的语言叫做调研会更好一点 当然测本身也没错误 因为在好多制造业实际有机械数据的制造业工厂里面啊 就是确实测量是了解这个产品本身合格不合格的重要手段啊 但是如果你把它从一个广义方面去推论的话啊 它更像是一个叫做调研调查研究动作 然后按照现在的最新的啊2016的版本 包括坊间流传的一些给你已经简化简化再简化的推荐 推荐你去分析可能出现问题的原因 他要求的是人机料法环测而六大英子去款啊 然后他的第二个的啊 他通过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讲了啊 其实就是讲了这个少一个测人机料法测环 环是最后的环境啊 然后他第二个故事我觉得他讲到这一半就结束了 他图2的数据点以后我们到图2再说 如果我们单单看现在他讲的这一半的话 他无非是要讲这么一个事情 有大把的公司是为了检验而检验 检到后面数据派什么用处是没人关心的啊 这也是好多做表格的公司的现状 其实这是非常商内部员工士气的一个行为 就是什么呢别人辛辛苦苦辛辛苦苦把数据和表格做出来 做出来了以后呢你啪啊把这个东西直接丢垃圾桶 你或者你看一遍就直接丢垃圾桶啊 当然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关于质量数据的分析 我估计他应该会把这个例子讲一讲 我们继续往下读吧 OK我刚才发了那个 就是剃老可以看一下那个翻译群里面 关于人际料法环册的那些资料 我看到了 另一个降低成本的例子 这段文字栽制威廉亦康威Nashia总裁 当时美国著名打印设备公司 在1990年代Nashia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探本和显影机制造商 为惠普IBM和黎光等公司供货 一者补充 在1981年3月于里约热内炉发表的演讲 Nashia的第一个重大成功发生在1980年3月 在无碳负写纸的生产中实现了品质提升和成本降低 无碳负写纸需要将一种含多种化学成分的水基涂层 水基涂层喷涂在纸张上 如果涂层用量恰当好处 几个月后当客户使用这种纸时 他们会对其稳定优良的负写效果感到满意 涂纸机以每分钟大约1100英尺的速度 将大约3.6磅的涂料均匀涂抹在3000平方英尺的纸张上 这些纸张宽度在6到8英尺之间 技术人员会取下纸张样本进行测试以评估负写效果 这些测试不仅在纸张刚刚经过徒步机时取样 再将纸张放入烤箱中老化 以模拟客户在实际使用中的情况 当测试显示负写效果过淡或过浓时 设备操作员会相应的增加或减少涂层材料的用量 平凡的停机调整设定已成为常态 这种不断停机再启动的成本非常高 工程师们知道涂料用量太多了 但又不知道怎么减少 而不会让涂层太薄 他们在考虑买一个新的喷头 得花70万美元 除了这70万美元 安装还得花时间 而且还有个风险 新的喷头可能并不比现在用的设备的图纸头 在均匀性和经济性上更好 我先说一下这里吧 其实这个案例当时我翻的时候 就查了不少资料 因为我翻译的时候 我也没有实际接触过 复写子怎么制造这些 然后其实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相当于 就像我们现在的直播间一样 在学习指导业的知识 还有就是制管的一些知识 然后这两段 我觉得就是说明 当时他们公司内的那些问题 后面的话就是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现在呢 其实这里的话 我们后面再看他怎么解决问题 但是我这里可以先给大家补充一点 就是大家为什么看这一段 会看到觉得好像你在说废话的这种感觉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得必须得结合时代背景来看 就是在当年啊 在当年在1980年代的时候 阿米利卡的制造业 包括在更早时候的日本制造业呢 他们通常都有有这样一种习惯性操作 就是等你公司的生产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 本道人他们第一反应 他不一定是说铺上去解决问题 而是说我不会我不懂 我不敢动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动了破坏了资本家是要我赔偿的 如果设备坏了怎么办 如果我浪费了原材料怎么办 如果我做了规定以外的动作怎么办 那么我我作为现场的操作工 我啥都不敢动 我必须我当时他们最标准的做法是 立刻向上汇报 立刻向上汇报 然后由专门的工程师来研究这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随着我们现在生产发展的进步 我们现在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往往我们一些中小厂老板自己兼技术员兼操作工 他出现问题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繁琐的在那个年代的什么部分抛 他部门的事情 老板自己拍拍板或者老板哪怕不会他直接拍板啊 你去搞你往哪个方向搞老板指个方向 老老板有可能在旁边看着你搞 也可能老板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去做了就不管了 反正就是说大家难以想象就是在当年啊 因为闹过康敏啊闹过康敏出现了cccp以后 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 你们难以想象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啊 就是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是很差的 他出现问题他就停下来等着相应的工程师等着相应的其他人来解决 他不会像赛里斯就是我们之所以可能我们赛里斯的观众看到这一段 会觉得稍稍有点奇怪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虽然大家嘴巴上喊着躺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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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实际呢实际你工作中出了任何问题 大多数赛里斯人的第一反应是我尝试去解决一下 解决不了我再跟领导汇报 是这个逻辑啊 所以他对他要面临的那个人群是不一样的 阿丁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是这样子啊 就是因为可能你们没有接触过这种行业 他这种行业呢 其实跟我们赛里斯的一个非常传统的染汁业是一个一样的行业 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纸啊 你看的是纸张 他其实是连续的 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 就是他的纸其实是非常长的一个卷纸卷在后面 然后呢 他要往前走 往前走 如果说是这一批东西当中 一旦出现有不好用的 或者说这个就是说他们所谓的涂料 没有涂好的啊 那么会马上导致什么呢 马上导致这可能是一天的工作 就全部白干了 所以他们这边的就是 就跟我们 如果你把它想象成染布一样 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面是一卷布 他可能是多少多少方的布 他一卷里面 就是这一次都要走出去 一走出去 然后如果说坏了好了 这一卷布完全作废 所以对于他们做这些东西来说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在纸上 然后烹上涂料 然后给它晾干 然后看一下这个料子 跟的东西够不够 对吧 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工作 但是因为他 他这种其实已经是机器的规模化的东西 导致就是 第一个你不能够通过目视去解决去发现 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出问题了 第二个他必须要老化之后才能知道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 那么因为机器操作 包括那个烹头操作 哎呀 这个可能你们的确是 就是他可能是什么呢 他这个案例 我来帮你总结 我知道你想表达啥 他这个案例中就这句话 叫做还要将纸浆放入烤箱中老化 这一点其实跟我们收鸡蛋是一样的 就是什么呢 在你采购环节的时候 你的资料目标啊 你要验证他有延迟性 你当场是验不了的 然后等到你到生产端 你鸡蛋要往进去进去搞的时候 你发现他不合格 你已经有成本投入了 比如说鸡蛋的运输费用 如果一个两个还好 如果你这个村收过来的都是不合格鸡蛋 那你这是往这个村里收鸡蛋 你就白跑一趟了 然后他这种他这个模型和他这里论的纸张模型 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什么呢 质量他不像那种长宽高物理 这种公差类的那种质量标准 他没有办法在当场验证 他质量问题有延迟性 我去念个SC啊 感谢风帽帽汤姆德SC 只要不是大规模质量问题 基本都线上解决了 所以他这里要谈那个问题呢 包括我们把后续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后面念再把它念完就会知道 他要谈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其实是在你的质量结论 没有出来的时候啊 你必须了解他一个模型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在第一代的质量管理问题的话 一定要等到这个产品做完验证完 我从结果来验证它 但是统计过程控制 有一个关键点的词眼就是在于过程控制 就什么意思呢 我还没有考还没有老化 我最终这个纸张的结果不知道 我通过控制什么呢 我通过来控制涂料的用量的均匀度 然后我啥都不知道 但是我只干了一件事情 我找出所有变异的各种原因 并加以解决 让我的涂布的用量更均匀了 那么我就发现我用量可以下降 为什么原来我比较要涂的比较厚的地方 我不需要涂那么厚了 那我浪费就减少了 对不对 我涂料浪费就减少了 原来涂的少的地方 我可能要增加一点 但是是从我浪费节约这地方来的 总体上我还是减少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他发现在我这个有质量有个延后性的 在质量有个典型的延后性的基础上 典型的延后性的基础上 在我不明确质量结果的情况下 我通过过程控制去控制我的涂层的 均匀程度和分布的平均度 我既省了原料又提高了品质 他整个想说的是这个 就类似这样的 对 我再补充一下 他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 就我们经常说的两个音 一个是音音 一个是偶音的一个问题 因为像他这种就是机器 因为它是机器盆图 他其实最大出问题的地方 就一起 包括我们现在的认知当中 最大出问题的地方 他不会是怎么进料 或者料怎么弄 他都是看喷头 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 一定是喷头坏了 就是我们现在 新分析问题的时候 经常会这样 一旦出现问题 一定是喷头坏 那喷头坏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我后面做的全部的东西 全部都是坏的 其实这也是他问 为什么要就是不断的去 一直在频繁的测试 然后不停的就是停机启动 停机启动的原因之一 但是事实上 从他这边的文字来分析的话 他并没有换喷头 他增加了过程的稳定性 减少了干扰 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的 对吧 然后我们类似这样的改善模式 在我们现在现实中的制造业 还经常发生哦 出现些问题换个零部件 啊 本身你这个过程还太复杂了 没空去研究 只要能做起来就行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类似代名派的这种研究 生产过程的改进啊 往往是需要跨部门的技术组 甚至是老板或者是啊 管理最高管理者 甚至老板自己单纲去做才有的 因为其他人没这个动机 其他人换个喷头就能解决的问题 谁有空帮你去研究这细节啊啊 你省着80万美元 我工资涨半毛钱吗 这是人性的正常反应 我们经常谈的一些事情 这就是代名派 为什么在跟你谈很多技术性的问题的话 一开始要跟你谈一些很抽象的 好像是理念方向一些问题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不能把这个东西 把团队荣誉 就是你要么给钱 要么给名誉 你就给一样 不然没有人 因为人的本性就会觉得啊 我换我花70万美元 换个喷头得了 我干嘛去研究这个过程 去去增加这个过程的稳定性呢 虽然从道理上来讲 增加过程的稳定性 肯定能提升产品质量 对吧啊 所以他这个整个故事是这么回事 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读了 嗯 OK 那就是 嗯 你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例子 还要读它里面这段嘛 这段跳过了 我们从这里开始吧 可以注意到 OK 可以注意到 这个案例里人们一开始做的事情 其实与第282页的规则2和规则3一样 这实际上大大增加了图层重量的波动 而这完全违背了他们原本的意图 这意图翻译成初心就非常赛里斯化了 对吧 是 可以考虑一下啊 他们做这个事情的话就 哎 你那个282页是在第几章 我看看 应该是很后面了 应该是很后面了 对应该很后面了 到时候我们可能要对过头来再看这一段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看美国佬写的书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包括戴宾博士啊 就是他们讲东西相当喜欢东拉西特车 这是一个英文的 英文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比我歪楼性质要恶劣的多 你甭管我我讲话怎么歪 我到后面的逻辑是连贯的 他们讲讲他们英文的习惯 是左加定语右加修士词 他到最后的话 你不把这细节补充啊 他本身的逻辑都不一定连贯啊 这是英文表达的一个习惯 是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的 然后这段的注释你要念吗 字非常的小 这段就是那个统计过程控制的 就是SPC的 定义是吧 也对 也不用怎么念了 其实SPC就是之前第一个例子 就是SPC非常理想简单的一个模型 我们继续读下一段吧 直接念后面了吧 通过创新改进生产过程 康威先生的故事后半部分更加引入上 统计过程控制 为在系统优化的工作中的创新 找到新的方向 如果没有统计过程控制 对整个系统过程的优化 将处于失控状态 任何改进的尝试 其效果都会被问题系统 产生的变异不合格品覆盖 一旦实现了统计过程控制 工程师和化学家便能展现出更多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他们现在有了一个能够准确识别整个生产过程中问题的方法 分辨译音和偶音 他们得以修改了用于涂层的材料的化学成分 并找到了如何越来越少的使用这些材料的方法 每减少十分之一磅的用量 就意味着每年可以在涂层成本上节省十万美元 工程师们还对喷头进行了改进 使涂层的均匀度越来越好 同时涂料的用量越来越低 涂层的质量波动也在不断减小 还保持了与之前相同的统计过程控制水平 我发现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学统计过程控制 然后我尽量当时把这部分翻得白画一点 阿T对这一段有什么看法? 其实就是我前面讲的 就是一音和偶音那一个 因为你不断的 等一下有人 Steven你去说吧 你前面有话被我打断了 你想说啥?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 直播间里面这一段 大家能看懂吧? 就是我用统计过程控制的那些术语来说 然后这部分我尽量翻得白画一点 就是大家可以参照第一个例子 还有那个角度来理解一下这一段 然后我对于这里的理解 其实就是有点本本主义 就是通过统计过程控制来理解这一整段 然后觉得好像这里一直都在说 SPC好像非常有用 如果我是一个读者的话 我是这样的感觉 我乖了 你说 其实这里其实在我看来 去理解这个东西 一方面是在讲就是统计过程控制 能够带给就是整个东西的一个好处吧 然后第二个其实也是在讲就是 如果你搞错了一音和偶音 就是很容易 比如说把一音当偶音 或者把偶音当一音 然后你对这个方面去进行调整 反而会增加你整体的很多上面的成本 就是我按照我来理解它的这个案例 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要补充的是这样子 我要补充的问题是在这里 你到实际工作的时候 其实在我看来整段话的体验是这句话 任何改进尝试 其效果都会被问题系统产生的变异 不合格品覆盖 就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不是用统计过程控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话 你会把不合格品当做单个的状况 就是如果你是用统计过程控制的 你在看生产稳定性的一个规范的时候 是类似于这张图的 你看的是一个水平 就这张图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统计过程控制的方法去看的话 你看到的是它里面单个的点 你可能看到这一个不合格品 但是它整个系统就是前面RT说的 它整个系统可能是稳态的你不知道 但是你看到这一个点你就认为要调整 然后你把整个的中值就调偏了 虽然这个是不合格品曲线 我是举这个例子 因为所有树立新的统计到最后反映成折线图 它都是类似的 就是它这里 其实它的体验要讲的一个重点是 你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看 这句话到现在呢 就是ISO9000的就叫做什么 叫做过程方法 你不能把不合格品当做单个的事例来看 你要把它当做系统中的一个处在哪个位置来看 分辨清楚偶音和异音再来再来再来找这个问题 就举一个举个更现实的例子 我随口说的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喷头的分布不均匀 你喷下来的分布不均匀 你的原因到底是你喷破量太大 就是你喷出去的墨颗粒太稠了太大 还是因为你底下的这张纸 因为你要喷完喷满这张纸你的喷头 和这个纸可能有个相对的移动对吧 你移动的速度不均匀 或者是你移动的路线不规律 对不对啊 我们应该有这个生活经验吧 你在纸上涂东西的时候啊 你的刷纸或者你的喷头的行进路线 会直接决定你涂上去的颜料的一个浓厚的程度 就是出现的结果都是它这个 结果都是它这个涂料分布不均匀 但是它产生的原因是很多的 它这个你出来出现一个一个点的不合格 它到底是哪个系统型的原因产生的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库去论证 你用孤证去论证的话 你非常容易跑偏 非常容易跑偏 它自己想说的是这个啊 然后根据它这一段 如果这一段我们其实有其他的惨法 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日常交流中 如果你抓着别人说的 你一个听的不舒服的一两个字眼去变经 那出现的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想表达的系统是什么 它谈整个事情中间两三句话 你听的非常不舒服 但是它整段话想表达什么意思 这个我得非常对不起的跟大家说一声 根据我观察现实中90%的人 包括我自己在上头的时候 是不会去考虑整体的 听到这一两句上头的话 我直接就点燃炸药库 直接就跟针对这一两句话 抓住这个漏洞 就一顿输出暴力反击 这种是常态 这种是常态 然后你看 同样的这种你抽减 在你发现不合格品和问题点的时候 你做的这个策略 代名派的做法 又是和人性的本能是违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在现场调剂的时候 我现在回忆我很多工作中的问题 好多技术人员 我跟技术人员发生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他在出现不合格品以后 他马上要调整机床 我给他的建议是先别急 他超差的不离谱 你先连续做十个或者做一部分 我认为合格品率不见得比之前的会高 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土巴路类的工艺员和技术员 最爱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不停的调机 他一开始把目标就定的很高 就是他不要看到不合格品 他可能调到某个时间点 他在现场看不到不合格品 他走了 然后不合格品的水平确实高了 确实变化了 但是他走了以后呢 操作工和环境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导致不合格品又出现了 他回去他又调机 他不问为什么 他就调机 这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技术人员做事情的一个习惯性操作 或者是潜意识做法 这是人类的本能 就是我针对一个不合格品就像打地鼠一样的 我看到一个就把这个地鼠给摁下去 把给打下去 就直接反应就这么做 但是统计过程共识不是这么说的 他是允许有一定比例的不合格品的 他一定要看懂这个趋势在做行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现在现场在搞第二代真正懂的统计过程控制的人 其实是不多的 大多数人还是走经验性质的 我看到我就改 我看到就改 对我看到就改 至于你们说的初中水平的数学问题 你要知道在阿美里卡现在是 你只要能够从一数到十六 你就可以当波音飞行员 所以初中水平初中数学水平 你不要质疑赛里斯的教学质量 虽然我们喷了很多 但是放到地球恩来还是先进的 你初中数学的质量 你跑到他们工厂里去做一个工程师 是凑凑有余的 对 有的时候开开庭庭会导致更大的不良 所以你会碰到有一些 非常有经验的 有一些技术工人会跟你讲 一开始是不好的 你先让他做五分钟 知道吧 这就更有经验人的说法 他非常的自信 你也会碰到一些250的质量能源去杠他 那这五分钟做出来的不合格品 你负责吗 一般非常懂的技术人员 会意味深长的 你看白痴的眼光看你一眼 但是这种同样的情况 在资深的技术人员和资深的质量管理人员之间 是从来不会有这方面的分歧的 不会有这方面的分歧的 他们是能够有这个常识 或者是有这种统计过程共识的 以一个系统的方式来看大不合格品的 来达成共识的 那我们继续往下读吧 低不合格品率及品质 意味着高成本 有一家工厂被大量不合格品困扰 我问经理 你们这条生产线上有多少人负责返工 返修之前工序产生的不合格品 他走到黑板前写下这一三人那一四人 最后发现总共有21%的员工负责不合格品 不合格品上 卡师傅这段有什么要讲的吧 你没发现他这两个数字为什么差两倍吗 我当然知道是为什么 那一半的论述是怎么个理解呢 为什么21%的员工负责不合格品的返工返修 就意味着42%的工资花在这个上面呢 因为你生产的时候第一遍的时候 这21%的员工就在做这一道 然后后面第二道的时候 你返工的时候 这21%的又在做这一道 然后一来一去就相加两倍了 意思就是不合格品 哪怕你最后把它返工返修成合格品 它也等于一个产品做了两遍 也等于它一个产品做了两遍 它是按照这个逻辑说的 其实这里有个数学陷阱的 我就不展开来说了 因为你去让真的管了工厂的人 他不会这么算账 但是统计管理学家要从这个角度 要这样去跟他去讲 而且这一段在现场 你可以看到的更多的事实是什么 现场更多的事实是什么 现场更多的是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中小企业 它是直接不知道有不合格品 因为我们已经通过泰勒制的 比较后面的阶段 然后在员工已经跟员工讲明白了 是什么合格品 所以有很多工厂的实质状况是 比如说 有百分之二 我换他的题目 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产品 是从不合格品通过反共反修 变成合格品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 原来是我们的生产节拍 已经把这一部分给拴进去了 甚至是成本已经把它给拴进去了 甚至是什么呢 甚至是这一部分的成本 已经转嫁给消费者和下到顾客了 这是我们现在在现场能看到的常态 我讲的通俗点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没有管理 我不知道合格品产生 但是我培训好了 给每个员工培训好了 不合格品是怎样的 所以在出现不合格品的时候 现场的员工一定会不停的反共反修 直到他报废钱 一定会把它反成合格的再留下来 然后理论上好像我没有任何的损失 但是实际上的真相是什么呢 实际的真相是你没有统计 你管理你不知道 比如说我原本这个工序的工人 一个小时的平均产量 如果都是合格品的话 应该要达到3600个 比如说一秒钟一个 就是一小时嘛 然后就60分乘以60秒 一秒钟一个 他达到3600个产量 但是问题是由于你管理不善 因为你管理不善 你拿不到 你拿不到你本该这道工序 在完整生产的时候 应该达到3600个的这个标准产能 或者是叫做节拍 在你不知道是3600个的时候 因为你的不合格频率很高 这个员工在现场不停的反攻反修 反攻反修 然后你就看他历史平均数据 他的历史平均数据 比如说是1800 突然有一天达到2000了 你还觉得他做的还不错 你还觉得他做的还不错 因为为什么呢 他也不会耽误你的生产 因为你在原本设计这条流水线的时候 你就没有算明白他的节拍 你全部是靠实践的磨合去搞的 然后导致的结果反而是什么呢 今天因为某些原因合格频率高了 他的节拍一小时内做到了2000个 后代后到产产生了积压和累积 我补充 这是非常低于消化的 你补充 这个其实是我自身经历过的一个事情 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跑到深圳的一家做LED的工厂里面 然后当了一个小主管 就是负责一条线的生产 然后当时我记得当时是KPI制的 就是比如说你负责这条线 那么原来的生产合格率是多少 那么你要保证就是你要拿这个工资 你就要保证这个生产率的合格率 就必须是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还有对你有另外的要求 然后这条线的终点就是QC 就是直接检查你这条线做出来的东西 做的合格不合格 然后就导致我们当时就做了件什么事情 就是第一遍生产完不合格的 赶紧拿回去再做第二遍 不再也不合格 赶紧拿回去再做第三遍 然后最后再交上去 整体的速度就变得特别的满 然后领导在办公室一看报表 情势大好 不合格频道很低 对的 然后这个东西做了三遍 没有统计 也没有任何的反馈 没有任何反馈 因为他当时的要求就是 KPI 就要求你 就是合格频率是多少 然后比如说100个料 你要做出98个合格的 那么他其实都是这样子 100个料做出98个合格的 然后当中你其实人工和消耗的多少 然后他都不管 这就是典型的没有规范化的管理 我先念个SC 感谢风暴猫汤姆的SC 也有在客户的标准上 再弄一个更严格的厂标 再加上让不接收能极大的避免反攻 对 这一点的话 这一点的话 我在那个叫做 节度史那边的质量管理发展史 以及制造业发展史 里面曾经谈到过 就在安东尼老哥曾经参与的那一期 就在现在西大的 西大之所以在很多时候给大家感觉到双标 对吧 双标狗 他的双标的做法的本质跟你SC 谈的这种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什么呢 当我生产现场失控了 我的不合格品就是在上上下下起伏 那怎么办呢 我改标准就好了 我只要把标准线拓宽 我原来的不合格品就又都变成了合格品 就是经典的统计学魔法 然后我的公司的股票又可以涨了 然后我一起拉 行事大好 我又可以向最高管理层汇报了 报喜不报忧了 所以从这点来看 你就可以发现 为什么说走朱兰派 走朱兰派 走这种统计学魔法这种管理 他到后面必然会走向死胡同 他的原因就在这儿 因为他到后面的话 就是各种数学魔法和数字魔法 他已经脱离了以人为本的这个出发点 他不会去观察 就是前面RT举到这个例子 哪怕我最终的所谓的一次合格品率 达到了领导的预设 但是我中间反了多少道工呢 我在这种情况下 我拿出来的数据 所谓产现的标准产能 到底有几分科学性呢 那领导就按照这个东西去决策 然后在工厂不断发展 可能五年十年以后 老员工就会去交新员工 就会这么讲 这个厂从开厂到工位 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告诉新来的领导 就是一个人做要派三个人反攻的 成本已经算进去了 我们不赔本了 已经赚了十年前了 对这就是他们这种模式 搞到后面的必然结果啊 然后这种结果 这种结果啊 如果我们要见证的话 你去看看赛里斯的历史上有过啊 就是又是非常敏感的士领士话题 你们自己去互闻 就是领导定下来的指标 和一些操作工不断反攻 最后去交一个领导你想看的结果 结果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一次做到 是通过堆能力堆反攻堆时间堆堆资料 最后堆出来的结果啊 这种情况你不止赛里斯了 地球online比比皆是啊 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啊 然后这样的管理和这样的做事情的方法 是戴米博士反对的 嗯好 然后呢 呃我们可以继续 你们有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补充我们继续有补充 你可以再补充一下 我这没啥补充了 那就继续往下读吧 继续往下读 一旦管理层意识到工厂正在花费大量资金 在制造和反攻反修不合格品上 他们会立刻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下一步便会开始寻找改进生产流程的方法 生产线上的员工一起制定更好的新的操作流程 并帮助工人们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它 最终结果是在两个月内 反攻反修的花费显著降低了 接下来用一套 用一套永远不停止的循环提升的方法去进一步减少不合格率 反攻反修的成本只是因为低合格品率产生的众多成本之一 低合格品率生产会带来 我这段可能因为这段我今天读的时候还没较稿 我直接读我之前发案的吧 低品质的生产会带来低合格品率 这里改成低品质就行了 低品质的生产 我这段读我之前就是替老还没叫过那个稿 因为这段不好意思今天直播前时间比较赶 没来得及叫这一段的稿 低质不仅会减慢整条生产线的效率 还可能导致一些不合格品最终卖给了客户 不满的客户可能会向他朋友抱怨 这种负面反响是无法预测的 同样的满意的客户能带来更多业务 他们的正面影响也是难以预计的 详见第104页 然后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念的第一段说到管理层与生产线的员工一起制定更好的新的操作流程 并帮助工人们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它 这里其实代名的原文我来念一下 我先找找 we found ways to improve the processes and to help the people on the line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new operation 其实代名他这一段里面 他是没有说到 他只是说管理层去找到那些更好的改进生产流程的方法 没有说与生产线的员工一起去制定 我把它称为其实就是代师傅他本身的一个局限性吧 然后替老给他加的这一段我觉得更符合我们现在以及我们塞里斯的国情 然后这是我这两段的一个想说的话 他这两段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第一个他说到了 其实这也是我前面已经说过的一个事情 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工厂他不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花费大量资金 在制造和反修反攻不合格品上 因为他在这个东西按照我前面讲的这个模型呢 他的不合格品已经在他的报表里消失了 直接被一线人员消灭了 然后一线人员也麻木了 沟通啊和改进的事情一线人员没有动机 高层不知道 或者高层自己也没有动机 但是一旦你的管理你的统计更完善了 你把每个环节的节拍 把每个环节的问题搞得更明白了 你立刻能够发现你的工厂有大部分的成本 是在制造和反攻反修不合格品 所以这时候你从本身的利润的原生性动力上 你就会有自己去改进生产流程的一个动机 但是这里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我要再提一遍 就是功能是讨厌改变的 他做顺了以后 你要跟他去谈一套新的管理办法 新的作业方法 功能百分之百是抵触的 然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能够碰到的大部分的 能够说服工人去配合管理层 去改进生产流程的做法的 常规操作是什么呢 就是加钱 但是实质上 黛明在一开始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要的其实不是加钱 他提的是什么呢 帮助工人减轻工作量 以及增加工作的荣誉感 包括就是当面的表扬他 有些人要说PUA了 不给钱就说好听的话 都是因为采纳了你的建议 所以我们生产合格频率高了 你也做的更舒服了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为什么代名派是比较反感既见制 也就是阔弧泰勒制极其延伸的 代名是很反感这个东西的 他说取消一切KPI考核或者啥啥啥 他的出发原点就在这个地方 他认为就是包括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到工厂管理的时候 给钱是最后一招 我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更多的是 你给钱你都搞不定 在代名的说法是给钱是最后一招 在给钱之前 你可以官方允许他偷懒 减轻劳动强度 只要合格频率提高 你在同样的工资生产出了更多的合格品 你老板就是赚了 你自己得想得通 你得鼓励工人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鼓励工人忙 这是两个性质 你领导要看得惯工人 在适当的时间休息 然后有更高的热情 把产品第一次就做好 对 这就是杰都市那时候提过 那时候他老爹和我当年都同时干过的一个事情 就是让员工准点下班 你不要让员工加班去干反工作活 没有意义 你的原则就是让员工准点下班 你如果能做到 你的公司会跟你的周边公司对比 有想象不到的竞争力 工厂不是越忙越好的 我先读个SC 这个问题这些年其实被MES系统慢慢堵伤了是吧 也不一定我告诉你 因为人性是永恒的 技术能解决一定的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技术也能解决一部分的根本问题 因为我不太清楚你讲的 MES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是不是跟我理解或者知道的某些模式是一样的 所以我无法进行深入评价 但是我想说的是从走单纯的技术向去解决问题 是戴云博士在一开始就是反对的 他认为技术和管理两条腿都重要 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他相关的论述 然后他的第二段的继续的说法 他还是那句话 你看这句话我给你翻译 翻译其实就是那句话叫做永远在路上 你除非把你的和不合格的不合格品的那个线滑的非常的离谱 不然你永远有不合格品无非是多少而已 而且你把你的不合格线滑宽了以后 理论上你的产品的质量是下降的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是永远在路上的话 你第一次就把产品的合格品率做高 才是你的正道 然后需要把第一次把产品做高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你需要跟工人达成互信 你不要你假装给工人发了加班费 工人假装加班在帮你忙 忙的都是反供反修的东西 你们双输有什么意思呢 没有意思 你还不如早点下班 将来可能因为你口碑出来了 这个厂一直是准点下班的 老板发钱也爽气 好了 你接下来招人方便的多了 你可以提要求了 你信不信 那我们继续往下念吧 你有什么补充吗 我没啥要补充的 阿蒂有补充吗 我补充一下吧 因为群里有些人知道 就是我其实是一开 这就是后来做那个就是登剧嘛 登剧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小厂子搞 小厂子搞一开始 我们其实就是寄件制 然后请的周围的就是老头老太太 然后这边打螺丝 然后打好一个寄一个 打好一个寄一个 然后后来我们 我们当我们量前期还好 前期因为量少 后来我们量多起来 我们就发现这些寄件制 花出去的工资远超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就是算成人工 就比如说一切都要 当地的平均工资的钱 然后呢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什么呢 你很难动了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是这个钱 你只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对 你懂吗 所以后这个寄件制 就一直从开始一直维持到最后 到现在就是那部分的员工还是几件 这就是我谈的很多场 为什么会卡在两亿这个关 因为有些管理的东西 你一开始不把路子搞正啊 你随着你规模越大变成惯性啊 你需要改你的阻力越大 你的大领导要下的决心越大 甚至有可能你必须洗牌重来 它总有一天它会变成一个导致你限制你的公司规模 甚至是导致你的公司开始衰退的一个致命性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到时候你的管理上限摸到了 你不去搞钻石断碗的革命性的颠覆 你就会被原来的体系给拖垮啊 就是这样子 当然在赛里斯这不是问题 为什么呢 你工厂倒闭了有的是工厂做 对社会整体来讲是好的啊 因为赛里斯就是人多 你这个家工厂倒闭了同行多的多的很 其他人会吸气你的经验教训 他不一定是做了彻底的颠覆性的改革 他也有可能是在你倒闭的基础上 吸取了一条到两条的经验 然后继续前行 再到他走不下去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东西如果你格局放高点 他不一定是坏事 但是如果你这是你自己是工厂组的话 那你肯定不希望你的工厂卡在某个关键节点上 或者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导致你工厂走不下去的一个关键点啊 但是戴米博士一开始就讲了 如果你是走管理路线的话 你跟你的员工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话 那么很多事情就不会像柱兰派那样走成对抗 走成管理层把其他的员工当做程序正意外的一个bug 或者一个错误来监控 那么这样子的话你的企业是永续革新的 永续革新的你的企业是不生机万物警发的啊 这不是负面意义的而是正面意义的 是能够持续前进的 好我们继续念吧 继续念下面下面一部分 OK 阿曼德费根鲍姆估计你现在买到的几乎每件美国产品里 15%到40%的成本都来自不必要的浪费 包括人力浪费 机械工时浪费 还有一些跟生产无关的开销 出自阿曼德费根鲍姆 质量与生产一文于1977年11月发表 这就不奇怪很多美国产品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卖得不好 我在为一家铁路公司做的一些工作中发现 一个大型修理车间的技术工人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排队等等待所需零件 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 他这两段话其实已经讲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案例了 第一个案例的话太低估了阿米利卡现在人贪污的能力 比如说2000美元的咖啡杯对吧 他们已经现在不仅是在生产中的不可可品高造成的重复的浪费 这个已经不算了 这个他们已经是公认是比做的比较差的了 然后他们很多管理成本的虚高 以及现在半个世纪后 由1980年到现在已经44年了 44年了 接近半个世纪后 他们因为走猪栏路线导致的更很多的所谓高管的管理成本的虚高 以及一些部门的腐败问题 现在阿米利卡的产品已经差不多可以变成可以说是个癌症了 是个癌症了 已经捞不回来了 这是他讲的第一件事 然后第二件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被大眼耐一提出的拉动式生产给解决了 就大部分的企业的生产 它的计划是从前往后的 然后现在第二代的生产计划的布局模式是从后往前的 就是什么呢 不要去等钱到 而是后到给钱到下指令 这里其实谈的是一个拉动式生产的问题 当然拉动式生产不是代名提出来的 但是是大大眼耐一根据代名管理哲学的一种底层的一些想法 啊 帮助他帮助大眼耐一搞出来的一套拉动式生产 然后拉动式生产我给大家翻译过 他做到极致被丰田总结出来呢 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just in time 刚刚好 也就是所谓的精益生产 你照英文直译的话是just in time 刚刚好 但是呢 后来在大眼耐一和代名相继逝世以后 丰田自己变成了一个关注财务报表的公司 他现在在这一点上走的非常的极端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现在都知道一个词叫做零库存 就原来的拉动式生产呢 你有一定的库存是好的啊 一定的库存是好的 他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 但是一定的库存多少合理 那需要实事求是的 通过非常懂你公司的整条生产线设计的人 通过通通盘考虑以后来研究设定 那甚至一个人还决定不了的集体决策 但是到后面丰田自己变成一个非常看报表收益的这样一个公司以后呢 他就把当时的拉动式生产到精益生产的进化成现在所谓的精益生产的最终阶段 就是所谓的零库存 零库存 然后呢这一点在我个人看来呢我我持保留意见我认为他有他合理的地方或者在某些行业就是零库存比有库存是更合适 但是不代表每个行业都是零库存更好 你其他的行业你必须得老板得算一笔账你因为零库存导致你的工作压力的增加和生产的中担的损失高还是你背下一定量的库存啊会好你要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 然后呢零库存他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问题点在什么地方他有几大好处第一个他的确在财务统计上有极大的便捷 还有一个是大家都喜欢大家大家不说的零库存在很多概念上把财务压力和生产的风险转嫁给了供应商转嫁给了供应商啊转嫁给了供应商啊转嫁给了供应商但是自己的就是你通过你平台你是甲方你规避了所有的风险啊 但是你的你的风险全部转嫁给供应商了但是这不代表就是供应商一定会听你念经跟着你去做零库存 因为我很早我就提过了啊就是在现实上当中我就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汽车啊以汽车的销量来说的话 他可能一年卖一个几千台一万台就是号称的高产量了啊但是他里面可能有一个汽车的内饰件一个塑料件几千个这个内饰件如果我模具我不多说 我就有一班的一出四我甚至以一千二来说的话你八千台车的年销售量对这家供应商来讲的话他一天就是四千磨的事情 四千磨是什么概念的很可能一个班就生产完了你跑过去跟他谈什么零库存啊不可能的他一个班他甚至不需要一天一个班12个小时做你一年的产量 他必然是把你一年的产量一口气做完然后你来查他啊零库存我现场没有的我收干净了然后你要货他就给你发 然后我在以往的工作中我就碰到过很多什么样的情况呢等到顾客说啊我改版了什么什么东西我要改版你原来的东西销毁要给我做新的 你猜供应商是销毁不销毁尤其是你外观上你根本鉴别不出来他是些内在的东西然后你互配他也识别不了你猜他跟你开新模具给你新货还是把老货卖给你再买通你所有的管理线 只有你的大领导以为你用的是新货这就是他这一套念经不顾不顾现场实际情况疯狂去念经所谓的零库存搞出来的我自己亲眼见到过的无数多的幺儿子之一 因为你按照零库存的极端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甚至要去改造设备让设备和其他东西啊来配合啊知道吧 京东物流吗京东物流是有一定库存的是吧我没有去了解过啊我不知道啊 反正零库存这个东西啊嗯应该是印证了赛里斯人的一句古话叫做过犹不及至少我个人我知道在呃代明和那个丰田那个大野奈依在在世的时候他们是不提什么零库存这个事情的他们只提精益生产just in time两位有什么补充吗 呃我补充一下你说的第一条那个问题就我是翻译第二章代明14条第4条的时候他你刚好说那个呃啊美内部那些贪腐嗯其实有一点就是啊我先给大家剧透一下14条那里第4条的一些内容 坚持将业务交给最低报价者的规则注定会被欺骗和毒害并导致品质和服务的下降啊这一点呢就是相当于你把 嗯合同给了最低价你就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幺蛾子在里面然后呃也方便嗯政府部门啊这些从里面继续捞钱 你花更多的精力在监管上反而整体成本就你单纯看采购价格低了但是你的管理成本和你监控你去调研识别的成本的增高反而整体来讲不一定划算那是第4条的整体的意思啊就是你要跟你的相关方形成所谓的利益共同体啊听好啊利益共同体啊就是和那个什么话非常像呢啊 就是你单纯用数学的方法去评价单纯的是非和kpi的话是很容易走偏的啊这就是他的一个他的一个基本观念啊基本观念 我补充一点还是我自己就是经历的事情那个我们当时店铺越做越大吧越做越大然后呃整体的生产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卖的比较多的爆款型产品这些产品就是自己生产另外部分就是周边性的产品 你知道买灯具像灯袋啊筒灯啊这些对不对那么灯袋这种东西我就说一下灯袋吧灯袋这种东西它其实你去店里定是就是100米一卷然后但是很多人买是比如说我要买十几米我要买十米二十米这样子那么我当时一开始的做法就是每次我都要跑到灯城去跑到那边去呢然后让他帮我剪剪好之后弄好之后就发货早期还可以你到发现越到后面就是 就是就发现其实你的成本并没有降低反而是因为你的那个就是你要去去外面市场拿货所以人员本来你可以不出去的你要出去那么整个一个货车的一个成本包括你在路上的一个风险的成本呃其实这个都是大大增加的 原本你的工作时间你可以有更有消费比的产出但是你被这个事情给占用掉了对而且事实上其实你也没有省多少钱然后另外一部分是那个另外一部分是就是爆款产品的那个安装那么我们的方式是就是就是铁翼登场然后他把框架给你做好然后你拿在上面装光源我们进光源 然后让工人在那边上面打螺丝把光源定在上面然后测试完之后然后就打爆发货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生产模式先说清楚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当时其实这部分是做的就是所谓的just in time 整体做到年销售额5000多万的时候其实整体工厂的库存不到5万块钱然后但是代价也是有代价的就是你每天你都在催工厂给你把灯拿过来和那个跟工厂就是讨价还价说这个灯要给我这个东西要给我这个要给我的就是电话是不停的也就是说实践过以后你会发现一开始你想好的工作模式 和你真正最后运行的模式往往差异会很大对吧有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其实成本它其实始终在那里就是看你是愿意跟接受哪一部分的成本而已就是这一部分的成本始终在只是你要看到它在报表中体现在以哪一种方式和以哪种路径体现给你应该是这么来描述甚至在有些统计能力比较差或者是管理能力和逻辑思考能力比较差的 管理者眼里他甚至他看不见了他就认为这个成本就没有了你们大概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我是碰到过很多的我看不到我就认为成本不存在你统计给我看了我就觉得有成本我得改然后改到另外一个领域去了就是就是我们前面举的例子嘛他搞所谓的零库存把原来自己的所谓的库存成本全部压到供应商那边去了他就认为他零库存了那实际上真的做到了吗客户给你一年的都给你准备好了对然后你不出意外没有问题 你出意外客户就给你一点小惊喜你有的好茶了啊比如说批量的照回啊这种是很多公司到后面出现大问题的一个导火索嗯那斯蒂芬有什么补充吗啊我就没有了那技术继续往下读吧继续吧仅仅在生产中处理损坏的工作就会在很多地方每一道流程都会有处理损坏的工作这些工作总成本有时高达总生产成本的 5%到8%在运输过程中有破损然后是商品上架还会破损你可以问问任何一个杂货店的老板他会告诉你从进货开始到仓库存放再到货架摆放以及被好奇顾客摆弄这一系列过程中的损失有多大嗯这段你们有啥就是补充实际实践中的那些案例吗 这段我突然想到猪蓝派了猪蓝的看法就是人人通通都是bug你不要让人接触这个东西就不会有bug 哈哈哈哈啊T有什么想法这个这个我没什么想法嗯基本上就是字面的意思就这个东西呢大名派和猪蓝派的看法就是完全两样的你让猪蓝派来看他就认为我只要把流程规定规定好啊我这个东西只能看不能摸客户不能摸啊那就没有损害了对 不要摆弄我的东西我只要贴个标语啊误碰误了误老啊损坏即赔啊或者摸了就必须买啊那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呃很多的一些情况就是呃有一派就更重视人的本性是怎样的另一派就把人当做一个bug来来来来对抗啊然后我们继续来读吧这一段我估计很多人看了很多但是他们没有这种体感因为因为他们 他们太多数都是那种经验性质的管理了你们先念一下这一段和你们先探讨一话我去关一下我的中央罐子接下去了一段新的生产设备和各种新奇的工具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刚看到了一个例子通过有效的使用现有的生产设备取得了在合格品率上和生产效率方面的重大进步 美国生产力的之后在报纸的社论和读者来信中常常被归咎于没有安装新生产设备使用小工具的缺失和最新的主动化设备的应用比如工业机器人这些建议对于那些不了解生产过程中问题的人来说阅读起来可能很有趣写起来更让人浮想联篇 以下是一家大型制造公司的朋友写的文章可以作为理由说明这整个项目新机器的设计和安装带来了一系列不愉快的经历这些看起来非常先进的机器在测试阶段都能正常运行但当他们被部署在我们工厂并由我们的员工操作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故障 他们经常处于停机状态导致我们的整体成本不断不降反征之前没有人对可能的故障率及其维护成本进行全面评估结果我们不断遭遇停机而且备件不足或者根本就没有备件也没有另外的备用生产线全自动小工具和自动数据收集在办公室和工厂中的应用也并非解决问题的答案 但是这些设备的展览会吸引了大量希望简简单单就能解决生产效率低下的人们他们对这些硬件设备充满了期待虽然某些设备可能真的提高了足够的生产效率对冲了使用这种新设备的成本但新机器创新工具和聪明的点子所达成的总体效果与那些通过优秀的管理在市场衰退中存活下来的功能 这些公司爆发出的生产力提升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想见第二章和第三章 这一段你们在翻的时候跟现实的生活下有什么联动或是想法 我就举一下我最近的例子 因为我翻译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把翻译的那些东西 就是代师傅的原文先丢给Chad GDP给它翻一遍 然后但是Chad GDP的经常就是不可用 我得基本上一整句一整段重写 然后最近我找到一个偷懒的方法 因为首先代师傅他的英语的写作水平其实不算高 就是确实非常的红薄 然后我 非常的参考是吧 对非常的红薄 我现在就是把他的文章先丢给Gramary上改改他语病 然后改完语病之后再丢给Chad GDP的新模型 OK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现在翻译 但是这样的翻译模式之后 我还丢给了Chad GDP ISO 9000的中英文对照 然后现在翻的确实很ISO 9000 但是问题就在于我这样翻完之后 我人不再回路 然后我比如说只要我一不小心 比如说我想偷懒一下 然后我把他翻译的一些内容复制上去 然后后来校对的时候 我发现这段怎么翻得这么烂 就经常会发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工具并不可靠 所以最终要解决问题的还是人 还是人是吧 你从翻译的这个工具Chad GDP都可以感觉出来 他这句话被他的回旋标打中了是吧 是的 其实呢 这里就我感觉我们有好多观众也被打中了呀 那个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位观众说的弹幕我是赞同的 就是他这里有个基本原则就是擦身文具多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就是这种现象 就好多公司搞不好 为什么没有先进设备 没有先进设备 就是这个逻辑 然后好像有先进设备呢 好像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一样 那这一点呢 又是我们批评了 批评了好多次的一个标准的什么思维呢 阴影小鬼的思维 只要斯坦那发起进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 就是本身这个局面 它是个系统性的问题 它不是在你点上战术的改变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 局部的战术改变确实能够撬动全局 但是为什么你每次都需要像摸奖一样的去找那些 你认为的战术关键节点呢 尤其在当时从上世纪80年代的阿美利卡制造业 和现在塞里斯的制造业 普遍流行这种情况 这家供应商设备先进 还记得我在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那个 二十多年前的温州罗钉厂的案例吗 他们的设备全是自己改的 先进吗 先进的 但是你看上去一点都不先进 它是基于他们工厂自身的需要 实事求是的自我改进 它是在原来的标准基础上 加入了他们自己一个技术宅的老板 个人能力的创造的一种 类似于手工梗这种自我改造 这种定制化的改造 甚至他在他的设备设计里面本身就包含了管理和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 比如说我提到过的通过称产品的重量来判断单位时间区间内的产品质量是否有波动 所以单纯靠一个设备的先进与否来判断我们的管理 我们的工厂是否产品是否好 本质上就是我们抵抗系好多主播反复批判的一种叫做阴影小鬼的这种习惯和惯性 本身就意味着你不愿意实施求是 不愿意实施求是 RT有什么普通吗 我讲一个比较经典的东西吧 就是前几年至少我以为前几年 就是ERP大家知道吧 ERP就是就是仓库管理嘛对不对 对 那么你猜我我们厂做到5000万年销售额的时候有没有用ERP呢 后来后来我就是不是做那个 当时当时我我个人一直认为就是我们是要用ERP的 包括包括我接触到后来后来我不是做讲师吗 就是电商的讲师 然后后来接触到很多厂很多厂他们那个电商销售 可能一年只有一两千万甚至不到一千万 全部在用ERP做订单管理 但事实上我们做到5000万都没有用 然后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想要解决一个问题 你首先自己要有解决方法 所谓的所有的软件和工具软件 只是在你有这样的自己的解决方法的基础上 加快你效率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这样的一套解决方法 实施求是的一套解决方法的话 光光套用 这种比如说你干个人觉得这个软件先进 这个东西好用去用的话 其实跟你原来的生产是格格不入 反而可能影响到你原来的生产精神 就这么个事 而且这玩意还不便宜 相当不便宜 它每年都要收费 对 每年都得从你头上扒钱 你一开始装就要好几万 便宜的好几万 贵的还另说 你要开一个新功能 开一个新窗口都得加钱 纷纷都在给你搞钱 然后有个弹幕说的是对的 就是事实上我当年也是这么感觉的 因为我曾经有个公司 他就用了个很糟糕的ERP系统 到后面我当时做计划的时候 生产计划 我做过生产计划的 我当时做生产计划的时候 我还是倾向于用Excel报表 就ERP只帮我提供导路导出一点数据 接下来就没它事了 我用它去做麻烦的钥匙 直接Excel做还更快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数据现场是实时变动的 你ERP有个准确的路库出库时间 它在当时那个时间节点 某些数据都可能不一定对 我经常有的时候计划做到一半的话 我直接刷向车间 抽减几个关键节点 我修正数据 我再重新定计划 我这样计划准确的多得多 继续往下念吧 如果我是银行家 我不会轻易批准用于购买新设备的贷款 除非申请贷款的公司能用 数据证明 他们已经充分利用了现有设备 并正在按照第二张的代名试试条管理经营 同时他们的组织中没有第三张提到的致命问题和生产阻碍 这是上一个例子的最后一句 然后我把下面这个例子读一下吧 服务业呢 服务业 品质提升不仅将影响商品和食品的生产 现在统计理论起源于农业 也会扩展到服务行业 包括酒店 餐馆 客户运输 批发和零售 医院 医疗服务 老年人护理 甚至可能涵盖美国邮政服务 实际上最成功的品质和生产力提升案例之一 就出现在我们自己的人口普查中 不仅包括每十年进行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 还有常规的每月每季度对人口和商业的调查 例如劳动力阅读报告就是一个例子 这段话应该要理解成1980年了 现在美国佬的人口普查已经是消化了 美国佬先统计一下有多少非法移民吧 对 他们现在你别说非法移民了 他们现在真正拿阿美利卡绿卡的人他们也统计不明白了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每年失踪多少多少人口啊 那个数字都是估的 他们已经统计不清楚了 就这就这段话放在44年前来说是正确的 你放在现在来看这句话 我的第一反应是非常的嘲讽 非常的嘲讽 继续吧 第七章展示了多个服务行业提升品质和生产力的案例 威廉拉扎克撰写的部分详细介绍了一家银行减少错误的方法和成效 约翰F赫德讲述了在电力采购发电和配电方面的改进 这是美国最关键的服务之一 在他的指导下 一家美国大型电力公司改善了服务并降低了成本 实现了可观的利润增长 而且没有人工作得更苦更累 他们工作得更高效省力 从管理层到电力线务员 甚至是卡车司机详见204页 然后后面那些都不念了 这一段我感觉有个问题 就是有点刘慈欣里面三体讲过的那个黑暗森林法轴的感觉 就是哪段话呢 没有人工作得更苦更累 他们的工作得更高效省力 事实上在赛里斯的环境下是 如果员工给管理层 尤其是老板看到自己不再忙 他会有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 我们现实是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不苦不累在老板来看到的时候 你得假装自己很苦很累 然后这种情况呢 不仅仅仅限于赛里斯 有一个在这方面加班 那个天赋点得更离谱 影帝啊演得更离谱的 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本子 一个是棒子 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阿美利卡也有这样 但是他们呢相对朴实一点啊 不像我们东亚国家能搞出一些更夸张的一些东西 对 然后你现在碰到问题了 对说的对了 就是说啊 你别提员工了 你去看你家的娃啊 你走过去 他的假装 手机给你藏起来 声音关掉 然后他在学习工作啊 就但是这一点的话 虽然是很潮的 我们一直能看到的事情 但是又回到了那个 我们说来说去都在潮冷饭 就是归根阶级的问题上 你在管理层和被管理者 怎么达成互信 能够让他们工作的更踏实 更开心 他觉得不管是收益的增加 还是我工作工作 劳动强度的降低 都是我的真正的回报 我不会因此失掉我的工作 资本家不会因此再去啊 减少人手 你你能不能给人之间取得这个兴趣 不得的话 你现在他讲的这些话 都是一些很搞 或者有点嘲讽意味的东西 就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回到你家庭的管理上 你能不能让小孩明白 让他学习是因为他自己真的需要 而不是你让他学习 这一点的话 很多人这一辈子就没做到过 我虽然没结婚 但是我长期带家族的小孩 我是做到过的 我辅导过无数的学渣和厌学的人 教他们怎么学习和把东西给学会 当然当时我管的人少啊 在我家族最多的后辈子弟 我估计也就管个十二三个吧 那凭我一对一的经历 我肯定盯得过来 尤其在当年 我也是自己学习比较好的情况下啊 当然你管理大团队 你这样搞肯定就不行了啊 就是有办法达成互信的 让他们知道啊 我学这个东西我有好处 我确实想学 而不是别人逼着学啊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啊 这个问题就是以后拓展再说吧 这个可能是要另外实际核实后 再来说的问题 因为他本质上啊 你说啊 其实其实我刚刚刚卡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还记不记得本书在开始的时候 就是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把品质做好 然后大多数人的想法是什么 还记得吗 每个人都尽力而为 那么为什么老板一定要 或者说我们一定要看到小孩在那边认真学习呢 因为他们认为你认真学习了 你在工作了 你才在尽力而为 其实这个我突然间想到 就补充一下 这种观点 现在你在精一的生产 在精一生产 管理模式中就被叫为 什么意思呢 浪费 没用的东西 这一点的话 你可以直接衔接 大眼耐一的一些看板管理和其他这些文章继续看 无效的工作 无效的学习 史蒂芬有什么补充吗 我就没有 因为毕竟我还是比较年轻 没有这方面时间停业 那继续往下念杯 OK 自1950年起 日本的一些服务行业就开始积极提升生产力 例如日本国有铁道 日本电信电话公社 日本专卖社和当地邮政局 在日本服务机构也有赢得代名奖的 例如竹村公务店一家建筑公司 在1979年赢得了代名奖 他们研究了用户的需求 办公室、医院、工厂、酒店、火车和地铁等 并运用计算机减少了图纸重化的次数和成本 此外 他们对土壤、延时、地层移动、机械等方面的持续研究 实现的施工方法不断优化 其他例如陆岛建设在1982年和清水建设 在1983年也都获得了代名奖 关系电力公司一家服务于大阪、明古屋 及日本中部其他地区的大型电力公司 也在1984年赢得了代名奖 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公司 这一段就是历史背景史料 本身我认为没有太大的探讨的价值 确实用它的当年在日本1980年代用了代名思想 加强管理的公司是很多的 但是很遗憾的是他到美国去说没人理他 所以他在举日本的例子 那我继续读下面了 对生产力的统计并不会导致生产力的提升 在美国每天都有多场关于生产力的会议 包括一个由美国总统领导的生产力委员会 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制定衡量生产力的标准 这对于美国每年及与其他国家 比较生产力非常重要 但遗憾的是关于生产力的统计数据 并没有真正帮助美国提升生产力 这些生产力的衡量数据就像事故统计一样 虽然能告诉你你在家里路上和工作场所 发生了多少次事故 却无法告诉你如何减少这些事故的发生 遗憾的是质量保证也就是QA 在许多地方只是一堆堆的数据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上个月生产了多少 这样那样的不合格品 并与之前每年每月的数据比较 这样的数据可以告诉管理层质量的发展情况 但却会指明改善合格率的方向 1982年1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银行管理协会会议上 一位演讲者建议每家银行都应建立一个 专门的生产力办公室 在美国有14000家银行 按照这个建议 以前有新的工作范围 然后对生产力 并不会再来产品的意思 暂停一下 你刚才的声音有一点糊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网络的问题 喂 现在声音清晰吗 我刚才那段是不是卡了 对 在讲1982年这一段的时候就卡得非常厉害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重复了 我们做一个总结 这一段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从生产运营的角度上来讲 戴明博士说这些东西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白宫要知道这个数据 然后选举的呀 人家的初心跟你不一样啊 戴明博士 对吧 他如果搞了一个生产力办公室来拿到这个数据的话 他们是可以国会三股神的呀 可以炒股的呀 而且创造一万四千个新的工作岗位 这到现在是可以被懂王或者睡王当做政绩来吹的呀 虽然他本身对阿美利卡的生产力提升 不会有任何帮助 就是这第一句话 啊对不对 啊 你问题问题就在这吧 就是他们诉求已经变了 所以这反过头来说明我 我打的一句叫不忘初心 为什么那么重要了 问题就在这里 他们的诉求不是为人民服务 他们的诉求是为了下次选举 所以你关于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 这个事情不是白宫的要考虑的问题 白宫要考虑的问题是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 或者说我怎么在我这四年内啊 让我的差评少一点 然后我下个四年啊 我能够连论 他们考虑的是这个诉求不一样啊 所以我不知道戴明博士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他去跟跟阿美利卡人讲这个 那肯定是人家听不下去的 听不下去的 来文文继续听下一段 另一方面 有序的研究生产力 研究某种改进的行动的成本 及最终结果是否与组织的目标一致 这对管理是十分有益的 以下内容栽制马文蒙戴尔所著的衡量和提升服务 及政府组织的生产力由亚洲生产力组织出版 对这一点进行了阐述 输出结果如果不考虑想达成的目标 这种结果毫无意义 这一段是不是就是工具和手段的一个差不多的论述了 如果忙了一半 你把目标给丢了 那就没有意义了 是的 这一段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目标和手段要分分清楚 对吧 不然的话你把手段当作目标去追求 到后面你就跑偏了 我们继续看下一段吧 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你说的国会杀那些东西了 让我们分析几个例子 以提供一些背景知识 发明家托马斯·艾迪生 曾向国会提议采用一种新的投票机 以改进投票过程 他向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 演示了他的设备 在他的设备中 每位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椅子扶手上 会有三个按钮 按下红色按钮表示反对 按下绿色按钮表示支持 按下白色按钮表示弃权 艾迪生提议 当发出投票指示时 每位议员按下相应的按钮 每个人的投票记录和总票数 将立刻显现 艾迪生自豪地向议长和参议院议长 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表示保证 他的设备将消除点名投票的错误 并大大减少所需的时间 但令他震惊的是 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断然拒绝了他 并告诉他这种系统完全不是国会所需要的 不仅不会改善国会的运作 反而会彻底扰乱现有的秩序 从艾迪生的视角 这是一种改进 但从国会的视角看 这根本不是 国会的点名投票的延迟 是其审议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艾迪生的投票系统 与国会的目标并不相符 这一段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吧 你们知不知道他这里讲的 国会点名投票的延迟 是其审议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意味着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这句话 吵架的过程 不是 你们有点太纯洁了 就是我们先不谈阿迈迪卡国会吧 因为我确实不了解 但是我了解的一个事情就是 同样艾迪生要提高这个投票效率 这个建议呢 虽然不是艾迪生发出的 在联合国大会啊 在联合国大会 也同样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然后也有当事人提议书 马上联大投票 就马上看到结果 不好 不好在什么地方呢 对 他杜绝了某些小国 能够在这个投票的过程中 被某些大国 比如说啊 你只要给我拨款多少多少多少 在这个议题上我就赞你 如果直接按钮按下去了 那这个投票钱就没有办法搞皮外交易了 但是最后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艾舍九千的第一期里面呢 艾舍九千的几期里面有一期我好像聊到过联大投票的问题啊 现在的联大投票已经是电子化的了 就是在座位上面当场就能按按钮表结啊 当场结果就能统计出来非常快 一分钟内啊 一分钟内 然后我们通过在联大现在投票过程中呢 可以通过某些国家的投票延迟可以解读出一些东西的 有些国家要考虑一分钟在投票 有些国家议题刚念完 啪 马上就按钮就按下去了 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还是弃权啊 然后现在联大就是技术是切实改进过了的 但是那个联大的这种交流 它就变成什么了呢 就变成了 现在你稍微去了解一下 他们在联合国代表大会发预言和发演讲和发演说和拉票之前 他们是会提前把文件发下去的 就大家在听他们现场cosplay一遍之前的话 大家知道是这个会大概要聊什么的 然后大家大概立场是什么的 如果你们要勾勾搭搭搭搞PY交易啊 在开会之前你们就可以搞好 开会的时候只不过是大家走走过场啊 另外另外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啊 另外我再给你们讲一讲 就是现在有个更潮的事情是大家不注意的啊 就是那个B站的一个小Q老师提醒大家才知道的啊 就是现在的联合国大会啊 有一些重要的非闭门会议 它是网上公开直播的 就是他们开会的话 你只要去看的话 你可以直接看到他们当时在干嘛 但是呢 他们整个利益交换和探讨过程呢 按照现在的工作流程 他们已经在开会前 已经在台版下面完成了 嗯 已经变成这样了 所以当年爱迪生 美国革国会 有没有像联大的会议一样 做同样的进化 这我不知道 我没去调查 我不知道 但是看这一段 我当时觉得最搞笑的一个事情就是 爱迪生显然是认为 投票的效率越高越好 对不对 错误越少越好 不要去点票啊 但是当年的国会三老爷呢 就需要你最好点票给我点个半天啊 然后我们去投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吃吃喝喝 搞中午再搞个什么午餐餐会嘛 对不对啊 对不对 然后下午再把结果开出来吧 啊 阿美利卡的国会以前的风格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现在去了解一下 他们是不是还是这样啊 我得觉得他们阿美利卡可千万得得比不要随便改了这个制度啊 祖宗之法不可变呀 对不对 祖宗之法不可变 对 保持你们国会的传统啊 这样去预示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啊 对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案例吧 你没有上午中吧 我这边没有 那我就继续吧 再举一个私营部门的例子 一家大型造船公司寻求提升某个团队的业绩 这个团队负责规划和执行 在船就是船只下水的时候进行典礼派对活动 最开始他们主要关注如何改进发送邀请的设备等等 后来有人指出这些改进并不符合举办派对的活动的真正本意 派对策划小组的初衷是为了改善与供应商和当地政府官员的关系 最初这种派对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 然而当派对的频率从每年一次增加到几乎每月一次时 他们已经不再服务于原有的目的 反而变成了一种令人厌烦的负担 把这一段整体读完吧 我这边卡了 等一下 与其改进策划和执行方法 不如改变派对的形式 限制参与人员只邀请一些真正感兴趣的人 包括船主 他的客人和公司主持 这样一来派对策划小组的20名员工就可以转去做其他工作 还大大节省了其他负担 比如临时座椅的搭建的劳动力 原本损失的船舶停靠时间 公共关系也因此得到的改善 这一段你们有什么现实中的例子可以互相印证的吗 两位 我这边是没有这方面的 阿提有什么这方面的隐身和看法吗 这个这这这这段其实还是在讲 就是目标和手段的那个东西吧 然后这个这个说实话你要说是举例子 挺是这个真的挺多的 但是你要现在让我马上想一个出来 我还真想不出来 那那那我先来讲吧 他不只是一个目标和手段的问题啊 他这里关键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就是我用一句帅里是我们经常讲的句话叫做你妈妈觉得你冷 然后给你穿一对衣服 他这个事情的模型就是你妈妈觉得你冷 然后给你穿衣服 但是事实上你需要搞派对的一些部门 他不需要这么高的派对评力 你没有进就是或者我可以把这这段话再换一个方式来说 叫做什么呢 叫做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对吧 如果你一个私营部门的一个公司 他他这个团队的业绩 他是来进行典礼派对活动的 那么对这个团队来说 他去提高典礼派对活动的评次一定会导致他业绩的增加 但是这个团队的业绩增加会导致整个公司业绩增加吗 不一定 所以这就是这里面其实涉及的问题挺复杂的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去做的东西 你要帮助的人 就是又有另一句话叫做放下助人情结 你有没有关心过你要帮助的人 他需不需要你帮助 你替别人去定目标 你站在本部门的立场上替别人去定目标 你定完以后既不可能 既可能达到的结果相当可能是既不符合你帮他定目标的那个对象 他的最早的诉求 甚至还不符合你原来的大型造传公司 就是你的最大的组织 你的部门利益是满足了 你的公司利益是受到损害了 你花了钱 你再给你公司再拉差评 会变成这样一个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如果你单纯 这里又提到一个什么呢 过程方法 如果你有过程方法和有一种叫做什么呢 辩证唯物主义 其实过程方法的本质是这个东西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你跟系统的来看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可能你这个团队的典礼派对活动的成功率或者是次数 他不是对组织和对客户来说都没那么重要 相反你一旦搞这个什么船上的典礼派对活动 你原本的生产资料 你的船啊 你的员工就在这里提到的 他变成了零产出 对吧 你临时你的船要改运营期 要请这帮人到船上来开会 那这帮人除了吃吃喝喝 好像改善了关系 但是已经有人可能觉得他是负担了 所以这段的一个有好几层的意思 那第一层意思就是助人情节要不得 你不要以为妈妈觉得你冷 然后让别人穿衣服啊 管理用这种思路去搞是不行的 你包括管理你家庭的 就是刚才字面意义上的 你管理小孩穿衣服的问题也一样的 你要问他本身他冷不冷啊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因为小孩误判了 他少穿了衣服 导致他的健康出现问题 这不重要 让他正学会自己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可能比你为了减少麻烦 单纯的帮他去穿衣服更重要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什么呢 这里谈到了第二个问题 就是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我呛到了啊 不是其他的问题 我呛到了 就是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然后别人给你的沟通 你有没有听懂 你像在这一段的话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直接的来告诉你 最后举办方是怎么知道客户已经厌烦了 他们觉得一年一次挺好的 每个月一次 哎呦 我就每个月我得参加你们这个会啊 我就有点那个啥 我不知道他怎么取得的信息 但是这里隐含的就是你在任何PDCA 你在定完PE以后啊 你的敌啊 你的C 你的C的反馈 你的沟通很重要啊 这是他的第二个在这个事列中 我所能看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太多人 人在主动沟通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的三观是不固定的 不容挑战 你任何违背我PDCA计划的提出来 我第一反应是攻击对抗 我从来不会去考虑啊 我要去跟你去了解一下 我定计划之初 我就我就要去跟你去了解一下 你真正想要什么 而不是我单纯的站在我的立场上 我认为你想要什么 虽然这段话很闹啊 闹了好多遍了 但是就是就是因为这么闹 这么简单的事情 是我们往往在工作中团队合作的 常见的问题 常见的翻车点就在这 然后你到后面破防的形式是什么呢 对方拒绝了 然后你的破防的形式 啊我明明是为了你好 为什么你拒绝呢 你怎么可以拒绝呢 然后开始打小孩的屁股 然后小孩一边哭闹 你一边把他衣服给套上去 套完以后还要还得哄他 对这就是我们沟通中的常见失效模型之一 那到底还有一个问题 隐含的 那差不多就是把不忘初心四个字写在上面了 就是说你搞典礼派对这个东西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 当你的手段影响到了你的初衷以后 你的初心以后 那你是不是要调整你的工具的 而不是去搞那种 我曾经讲过的叫做削足势力 把你的脚啊 把你的脚尺寸给削了 去适合适配这个鞋子啊 你别觉得这个笑话可笑啊 你回过头去看看你现实工作中 这种是大概率你犯的常见错误 尤其是刚工作的年轻人 你为什么呢 学校教你们的一套就是啊 我学会的一套东西 我学会他到底理论 一定是当前最完满的最好的东西啊 最好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学呢 你为什么不跟着我念经呢 你为什么要在原来的轨道上走呢 那是不是因为你愚蠢的 好 等你你愚蠢这个字说出狗 那对不起啊 接下来你们一定就开始撕逼了 一定是斗争搭一定是斗争搭于团结的 一定是 你们在每在整个公司的愿景方针目标和每个部门的愿景方针目标的分歧上出了问题 你们在沟通上出了问题 你们在初心在工具和目标两者到底哪个是主要矛盾的判定上也出了问题 这是他讲的这个事例我认为是一个综合性质的整个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的阐述 我不知道两位有什么其他补充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边也没有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第一章就结束了 是的 第一章结束了 第二章的链接我已经发在群里和那个 那个 微信 这叫什么 直播直播的这个里面了 腾讯会议里了 发在腾讯会议里了是吧 对聊天 我得切换一下 我得打开来看一下 稍等 第二章 OK 这个读的有点慢呀 还是那个百分之两百的问题 还是那个放大的比例的问题 我得把它放大到一百五 好 第二章 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读到十点钟 读到哪算哪 再稍微讲一下就好了 哎呦 这第二章的开头 西方管理改革的原则 他上手叫他们 然后他用了一句 萨斯比亚奥赛罗里面的台词 第二章第三 他们为何如此缺乏耐心 句句都是回旋标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人都是希望我经历投下去 马上看到结果的 这里 我救他的这一句话 我救他戴敏博士的这句话的抬头 以用的沙翁的名著的这句台词 我来展开 我曾经讲过 但是我再重复一遍 就什么呢 管理的实质是什么 管理的实质 其实是和人性在做对抗 或者我用对抗这个词不合适 因为你对抗就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摇滚 就是滚和鱼 滚和鱼父子两治水 如果你理解成对抗 那就有点助兰派的思路了 就是有点那种滚 那种就是去筑堤坝 去毒水的那种思路了 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塞里斯神话 大鱼治水 之所以能够成功是什么呢 因为大鱼用的是疏导 对不对 用的是疏导 那事实上 我说管理这个词翻译的很差的原因 也在这个地方 那事实上我们真的要把组织 给带好的话 你的对抗 你直接上手段的管理 和你对组织的辅导和疏导 是同时存在的 两种手段 你是需要实事求是的 根据组织的不同的情况 来采用不同的手段 然后他本身又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叫做管理这方面 就是什么呢 我前面说了 管理本身就是你需要 把自己的人性朝理智靠一靠 朝理智靠一靠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人性的本性是从兽性来的 他是从什么食色性野 什么隐私男女 从生物本能来的 然后我之所以这个小麦不能吃 因为我要留到明年当种子 所以今年冬天再困难 我吃树皮都得拖一下 不然我今年冬天活过去了 我明年没有种子了 我明年还是得饿死 这个就叫做自我管理 我今年去挖野菜 吃糠等等方法 挨过这个冬天 我必须把种子留下来 同理 同理 我们在现实工作中和管理中 要做的很多事情 其实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它本质上是要压抑 或者是引导释放你的欲望 包括我们在沟通中 我们碰到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我发现有很多人去谈 就是如果我高度中心思想归纳总结 他永远这个话是同一句话 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发现有不断的人在建长群里面 问同样的问题 我这种情况到底怎么管呢 我们现在往往好多学生 年轻人在学校出来 或者在家庭 不是特别擅长沟通和教育的家庭 你们出来以后 他对于人生碰上的任何问题 他的本能反应就是对抗 他本能反应就是对抗 他从来不会去想引导 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我们现在好多年轻人 有太多人是这种基本观念了 就是说当问题出现以后 我要么搞定要么躺平 那么又到那句经典的论述了 就是抵抗戏主播讲了好多次的 就是你要么是树生论小鬼 要么是树败论小鬼 你真正现实中你看的事情多了以后 以后你会发现 在你人生中碰到任何问题 你要去管理它 你要去改善它 一定大方向就有两大类 第一种是赌 第二种是输 就是滚和雨的方法 虽然在我们赛里斯的历史传说叙事上 会认为鱼的输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请注意 它不代表你去赌是完全没有意义 为什么呢 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 我就问你 你现在去看河堤 见不见大巴吧 你如果去念经认为是 治水的正法一定是要输 我要去输郡杀 那是不是大巴就不要见了呢 我就举一个这么现实的常识的问题 但是又回到我们前面抱怨了好多遍了 就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反复重复的在犯常识性的问题 就是在管理学 在组织管理学看来 你永远一二三 你卡在一 你永远在犯常识性问题 然后一看学历 硕士博士 好像读了很多书 但是等到做事的时候 他卡在第一步 他永远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方案 你跟他要去谈实事求是 那累得很 他能把实事求是给你念成一 这是我们现在 这是我们在现实沟通中 在处理很多问题中的常见错误 我们习惯的一种艺术化的叙事 或者经验性质的叙事 往往认为是 奥一定有一个史诗般的巨大的 非常困难的问题 没有解决 所以才导致我们现实情况 这样这样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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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理智 你在没有上头的情况下 你的大脑是占据高地的 你去理智分析的话 其实人生绝大多数的问题 都是低级问题 而非你们看 这就是赛里斯史书太多的问题了 你会认为你在人生中碰到的所有的问题 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高难度的问题 都是因为许许连成搞到房地产如何如何了 然后我就躺平了 那我现在因为现在现在的时间节点 我买房不划算 我就绝对不买房 你要想清楚啊 买房单单是买房吗 你买房是为了投资还是为了用 对吧 你买房你是需要超过你当前的消费能力 你去贷款集资 抽空六个钱包买房 还是说你小夫妻两个人 把目标定小一点 满足你的实际的实际的要求 你买一个小店的房子 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解决你很多问题 因为你在我做一个虽然有房 但是常见租房的人来讲 我是明确知道 你租房和你自己的房 你住在里面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可能你小夫妻谈话的火药味 都要减轻这么两三分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在赛里斯 赛里斯现在整体房子是供大于求的 我也知道的 现在很多时候只要你租客不是太离谱 基本上是房子一半 房东赶你走在赛里斯是小概率事件 但是在国外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有些漂泊租房的人 他是有这种感觉的 就是我什么时候被扫地出门 尤其是国外在契约方面 还没有国内那么讲究 他随时随定能够把你扫地出门 在这种情况下 你租房和住房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么我的观点就是 如果你真的需要房子 你需要代下后代了 而且你购房在你当前经济 容许承担的范围内 我认为有可能房价是否虚高 不一定是你要考虑的主要矛盾 它可能是次要矛盾 你肯定考虑到更多的是什么 你的新房的地点 所有人上班是否方便 你能不能有更多的家庭成员 团聚互相促进进步的时间 我当然我知道 现在很多人把最好不要见到 最好大家上班 这就是另外一个诉求了 我先不提那个诉求 如果在大家认为 我们作为一家子 经常生活在一起 有共同的家庭生活 共同看电影 共同做家务 共同谈谈人生 谈谈社会的新闻 是重要的话 那么这时候 有可能这个房子的所在地 能够让所有人上班上学 最方便 才是你当前的主要矛盾 我就举这个例子 我认为在任何时候 需要搜刮父母 外祖父母 外祖父母六个钱包 才去买房的这种行为 我个人一贯是持批判 理性慎重的态度的 我甚至在前几期 在其他节目里 我跟大家沟通过 我是赞成什么呢 我到后期管工厂的时候 我最要听我员工讲什么 我要早点回家 我要照顾家人 我选你公司就是因为上班禁 这种员工是我最喜欢的 接地气了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跟他聊天 他不会上头 他可以为了家庭的管理更方便 他可以跳槽 跳到我公司来 我就喜欢这样的员工 我认为这样的人是 真的搞明白了工作和生活 权重的人 我不要之前是会主流讲到那种 我喜欢你公司的愿景 我认同你公司的价值 你这边的工资高 我听了这种话 我表面不动声色 我其实我背地底的反应 都是呵呵 我听到那种说 我选择公司 就是因为这里离家近 因为这里离家近 我要照顾家里 但是 但是 我会尽力满足公司的要求 这样跟我谈的员工 我超喜欢的 而且我会重点培养 我超喜欢这样的员工 而且我在培养到他的时候 我就明确给他划红线 我现在要让你学东西 可能会减少你关怀家庭的时间 但是我跟你立一个军令状 我领导给你立一个军令状 我认为你最多两个月就能搞定 你来选择你要不要学 我不逼你学不学 但是我明确告诉你 你不学的话 你不学的话 很可能将来的升迁的机会 你就比别人低 我不会因为你拒绝这个东西 对你产生任何看法 但是我明确告诉你 如果你拒绝了 你在公司的竞争力就下降了一档 物为原言之不欲 我真的没有歧视你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 这种以家庭 家庭 不管男女 以家庭为第一方针的人 我非常喜欢 我们公司就喜欢这样的员工 我们认为能够对家庭负责的人 才能够对公司负责 我在后期我是这么说的 你如果给我看 你听来 你那个什么 我讲了很多遍了 你什么单身 没结婚怕结婚没有谈朋友 我听了一个头三个大 在我听起来 我一个头三个大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有可能你是很容易上头的 你不会去仔细思考 理性的思考工作和生活的关系 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取舍 然后这样的人 虽然看上去在公司里也很上进 但是他一旦产生增值和沟通的其他的问题 他产生的沟通成本和其他远远大于那些要生活的员工 我特喜欢那些要准点下班的员工 知道吗 因为我很讨厌一个公司 我整天你们搞到那个啥了 我去跟你们去弥合部门的关系 弥合部门的关系 去重塑愿景 去解决你们的分歧 累得要死 与其是这样 不如我在一开始招工的时候 我直接明确 我要负责任的人 我要雇家的人 因为我们公司管理层和老板商量过了 集体认为雇家的人才能够管好工作 我不需要你表演新人格 整天在我的工厂里面表演 你怎么怎么努力 怎么怎么为这个工作上心 我不需要你表演 你上心不相信 我心里有感秤 心里有感秤 然后呢 你如果不服 我有客观的数据跟你沟通 你也可以来批评 我的领导对你的评价是否合理 是否实事求是 我再回忆一下 我来回 对没错 你破坏共识破坏规定 就是在破坏公司 你可能局部的利益提升了 但是公司的整体的运营效力 以及长远的风格是下降了 另外我再跟你讲 什么叫做坏了 现在我可能招不到人了 我告诉你 我招得到人 但是我招到的 我招到的人的特色在什么呢 第一个 越来越多的要招本乡本土 第二个 平均年龄越来越大 就是我在2000年前后 我招的是70后 我到10年 我招的还是70后 你让我现在20年了 我招的还是70后 我招的永远是这一批 不是我要逮着羊毛 就这一部分人去耗啊 而是因为只有这帮人的价值观 他随着年龄 他也逐渐他懂得了家庭和工作是怎么一个分别 知道吧 而且你老板跟他推薪支付 他真的听得懂 他不会听现在小年轻 听某些名词 听某些制度就直接给你上头 哎呀领导又在画品 又在PUA 你到现在70后 他有足够的生活业历 他能够判断清楚 你领导是不是真的在PUA 大多数人来说 你不需要花口水浪费时间去沟通这个 你直接跟他谈工作和报酬 我们公司的风格 他看得出来 哪怕他上手不信 他一个月一干 两个月一干 这个公司还真的不鼓励加班 真的在赶我们回家 那好 那我上班就干好 领导还是真的看得惯 你们上班的时候 事情干完了 在那边聊天 真的看得惯 那么好 那我就把事情干完 然后该干嘛干嘛 小年轻是会上头的 直接跟你吵的 直接来谈 这是什么傻逼公司 为什么和外边的公司都不一样 我真的被人这么骂过 就有这样的 我再跟你换一个 虽然再有攻击性 我把名词演去 就是现在的小年轻 因为我讲了好多遍 现在的信息知识量是爆炸的 现在的年轻人 他识别不了 哪些人是真心诚意 哪些人是套路 他抽检完了以后 他的判断是什么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肯定你错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 包括我的观众 我的舰长 包括有要求推荐的人 他的基本价值观就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他不去想你 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他把这句话变成攻击你的工具和借口 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我已经看到正确 我已经看到 我已经看到我抽检的真相了 所以我认为 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你一定是变态 所以你一定是坏人 推论推理成立 拜拜 我不想跟你说了 你一定是坏人 就这样的人 我不时是在近期在我们网上 跟某些舰长 某些观众 我得到了这种哭笑不得的回答 我在以往工作中 我被无数个人这样指着鼻子骂过 有一部分我就直接放弃了 有一部分我就直接放弃了 因为说不通 我要留你在我公司干嘛 那你跟我愿景不一样 最好你离开 感谢打打一一一上届 这应该是为新舰长 就是这样子 知道吧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还有一部分比较讲道理 我直接把什么呢 我直接把我公司什么运转了 那行 你现在对我公司有看法 我带你到我的工作赶会去看一下 我以往工作 我真有这种工作经验 然后他起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起到的结果是 他真的看到我有的员工 就在赶会上磕瓜子 然后领导不管 当然小年轻一开始没有认知 他是觉得挺好玩的 我到你公司是不是也能玩 我碰到后面的 请打打一一一 看一看B站的短信 B站的短信有告诉你群规和录群的方法 对 感谢老板上见 老板看私信 有自动私信的 是这个原因 也有因为当时他抽检 他又认为 我到你公司一定是能够休息的 因为我亲眼看到了你们上班能够磕瓜子 等到他干活他就知道了 这个活他真的没本事干下来 别人有本事磕瓜子是别人干完了 我非常看得惯八个小时上班 你干六个小时的活的 还两个小时你该干嘛干嘛 我到后期我是这种风格 但是有很多人看不明白 我就有碰到过抽检以后 他真的体现了 他觉得你们公司是真的讲道理 我是真的能力不行 我愿意学 请师傅带带我 教教我 我应该怎么学 然后成天下来的年轻人也有 但是很少 更多的就是什么呢 我跟你讲到过的 他比第一种直接就觉得 你这是什么傻逼 250公司 说法跟其他公司都不一样 我不要进来 他直接就没进公司的人 这种人是最大的比例 第二多的比例就是什么呢 他他在 你觉得他还是有挽回的机会 你带他参观了公司的劳动现场 他的解读是 你们是一个上班可以聊天 可以磕瓜子的公司 我喜欢 我来上班 然后一上班 他发现他的能力不行 别人能够做到的东西 而且两种极端 第一种极端就是什么 我他妈就是个废物 我他妈是个废物 然后 然后 我怎么学都学不会 太牛逼了吧 他不能理解 就是他看到这帮人 六个小时干完了 两个小时磕瓜子 人家是练习了半年以上的 才做到的 他给自己订的要求是 一个礼拜就要做到 然后做不到 他崩溃了 然后辞职了 这是一类 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经验 我看到多了 好多这种人 所以你在网上跟我来讲这一套 我基本上一搭麦 我就知道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 这帮人说 就好多这样的人 佛照的很 还有一类就是什么呢 他潜下轻去学了 但是他学不得法 因为我这种管理方式 我是要求人有主观能动性的 你要学会抓大放小的 他学不会 他用刷题的方式去做 他学到第三个月 他崩溃了 他说你们这是什么 二百五牛逼的公司 你们都是帮我演的吧 我去看到的时候 他都在工作 我整天我不加班 我根本忙不完 怎么能够做到 六个小时干完了 做不到 你们一定是串通好了 骗我 然后辞职了 我这是第二类人 就是他的 他实践了以后 他的认知能力实在太差了 他的学习水平太差了 他最后做不下去 然后第三类就是你们讲的 对 还有躺平的 他直接上 直接跟你谈 好好好 对对对 对对对 他还没过十七期 他就躺平了 那不用说 他肯定是签不了正式合同的 十七期结束 你走人吧 我们都看穿你了 你不用跟我讲了 我们看你行动就知道了 你不用跟我讲任何话 我们就直接告诉你 十七期不通过 因为在千十七合同的时候 你要做到什么程度 是明文公式的 我们从来不找茬 我们从来不找茬 你知道吧 他们共同犯的问题 你去追究他们犯的所有问题的核心的一句话 就是什么呢 说到底就是阴影小鬼 他们不能把工作看作是一个需要灵机应变的 永续的 不断改进的 需要你掌握一定的深入归纳和总结能力 能够提炼的方法的工作 他把工作看作是机械的 知道吧 他认为只要完成工作的一二三 好 我就可以下班了 你就该发我工资 我做到事了 你就应该 你就应该发我奖金 他们是把这个工作是看成是这样的 他不把工作看成是 每天是一个有不同的问题 我去解决不同的问题的时候 我同时完成了工作 我有自我的提升 包括有自我小目标的实现 我完成小目标 我完全可以在所有同事都理解的基础上 我去跟同事交流学习 不管是交流工作 还可以交流人生 怎么自我提高 怎么样下次工作看问题更系统更全面 不要固定在我自己的本职岗位上 去干着 离着一亩三分地 但是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达不到这样的阶段呢 第一个 你们碰不到这样的公司 碰不到这样的领导 因为为什么呢 有这种风格的公司一定比同行做得好 我明确告诉你 哪怕他半年前不是 只要他做到了半年后 他就试了 因为他是真正符合人性的公司 然后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他们口口声声的年轻人喊着 人性化 人性化 我要自由 我要去发展 然后呢 他本身把工作看作是机械的固定的 领导规定了12345 我整天就要干12345 这一点你不觉得很讽刺吗 你让了 你真的让他上线去打螺丝 做重复性的工作 他又不愿意 然后你去让他做办公室 好像让他去干一个需要脑子的管理性质的工作 但是他一定会把这个工作干成流水现实的 你感觉到了吗 为什么我很早说过 我很早说过 代名派的东西你真的学会了 你工作会上瘾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工作变成了打游戏的基本反馈模式 你游戏你整天刷一样的怪 你会腻 你会点叉 你会退出游戏 游戏为什么好玩 因为游戏就是每时每刻给你的新问题 给你的新的刺激 然后变成什么呢 然后变成你去解决问题 你通过在解决游戏中的小目标和问题的时候 达到你的自我满足 然后你会持续的玩下去 直到领导来提醒你 在我的以前的公司真的是这样 下班了 赶紧回家 明天再做 我他妈要拉电砸了 办公室要拉电了 你别给我上班了 明天再管 有损失算公司的 下班给我滚回家 我真的这么干过 我真的这么干过 你知道吧 这就是你真的管得这样的话 你不是盯他们上班 你是盯他们下班 赶紧给我滚回家 你得好好反省 为什么你今天八个小时没做完 你明天能不能改善 赶紧回家 大名牌搞到后面确实是这种画风 所以他跟我整套的东西是符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要回家进 你赶紧回家 你不想见老婆 你到游戏厅打游戏去 现在叫做电脑房了 我以前当年是叫做游戏厅 知道吧 就是这样子 你下次没学会 好 你可以申请有师傅来代教辅助 你怎么样把理论上八个小时的活 你在七个半小时 甚至七个小时先干完 为什么你抓不到重点 你为什么你抓不到重点 你要搞到加班才弄完 你一定是没有抓到公司的工作重点和其他方面 对啊 你就把公司搞成有趣有闲又有钱的事情 你下班该干嘛干干嘛 你用不着考虑这个人要去跳槽 因为他他自己会想得明白 我他妈就算自己跳槽当老板 我没有本事搞一家同样有趣的公司 我竞争不过有原公司 我不如在原公司好好干 我跟大多数同事和老板和领导都听说得来的 我们价值观是一样的 不强迫你劳动 但是强迫你高效劳动 你要干有效率的劳动 对啊 你们要我到后面到公司 到我是怎么搞的 公司年会不发任何东西 直接发钱 要发东西一定有人不满意 发东西一定有人不满意 他们还要帮我嚼舌根 领导一定是批量采购 吃了回扣的吧 我听到这句话我气死了 我以后我以后年会我再也不搞什么东西了 我直接发钱 如果有朋友和其他人推荐的要要发东西 比如发个电风扇发个什么电器 我明确说这个东西是帮同朋友的忙 打折价多么多么便宜的东西 折算多少多少钱比市场价便宜一半 公司没有赚任何的便宜 就赚一个人情 你要认为有 好那你就当认为有吧 然后这个东西是天头 原来年底该发多少钱 我还是发多少钱 这是额外的天头 你爱要不要 你除了这个厂门 你爱丢厕所丢厕所 爱送人送人送人 关我屁事 我不要听到有人关于这个问题 嚼舌根 什么领导吃了回扣 又把年终奖变少了 什么什么的 我直接发钱 你知道吧 我告诉你啊 就是你到后面就是这样子 你真的搞明白了员工的诉求是啥 你爱买啥买啥 你买亏了买赚了 关我屁事 我不归我管 钱离了我手 当面点青了 达到你卡里了 收到短信了 就不关我事情了 你爱搞啥搞啥 好吧 所以我们好多管理 从一开始就是 猪蓝派的一些搞法 搞到最后啊 我今天差不多帮大家总结完了 我们第二章也不用读新的了啊 就是他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时时刻刻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我在顺带讲一遍 为什么我金庸系列的直播 大家会觉得共鸣越来越强 付费的欲望越来越高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因为通过 看大家的在见长群里的沟通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讲你们当前最困惑的 最需要的 这样子团队的凝聚力就最强 诉求就最强 然后一旦到我看群的时间少了 我的节目的质量一定会下降 就这个逻辑 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把握不了你们的需求了 我讲的不一定是你们爱听的 你从管公司说也是一样 你首先必须得承认人性 人是要想偷懒的 人是渴望被表扬的 人是渴望有一个需要小小挑战 但是又不是把它折磨到完全上市信心 能够让他稍稍努力完成 他就非常满意 他战胜这个工作目标 他都很开心 然后你再肯定他 对我们就是要这样的 人是不喜欢机械重复劳动的 那么你就要考虑了这个岗位设计的时候 他的机械重复劳动可能就变成他每天打游戏 他每天打游戏 每天打游戏 日常任务一样的 他顺手就能做掉 不占他工作的大头 如果等到他的这种工作占到他的大头了 你就要考虑给他加外挂了 你就要考虑机械化了 这才是真正的把人当人 你不要把人当机器 人的重复性工作一旦多 你就要考虑要么电子化 要么机械化 要么减轻劳动强度 你就必须得这样 不要提我六个号刷日常的问题了 因为我没有完全放弃 我要做原神主播的初衷 所以我需要实践 我一直没吃准 原神主播我是打算做切片的 因为我刚学会做视频 知道吧 我一定是自己打过玩过路过 我才来做攻略 因为我做是历来是这个方针 我不是那一帮 Excel治国 Excel玩游戏的人 他可能账号都没有 前瞻给你数据一拉 就来指挥你 哪个号该抽 哪个号不该抽 知道吧 我没有完全放弃 我要做原神主播的这个事情 说不定等我东西整合好了 你们就能够看到 你们就能够看到 我的原神攻略切片 敬请期待 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个事情 没有做的事情 对 然后没有关系 我知道现在已经晚了 吃原神的红利期了 但是我不在乎 因为我认为 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 原神就帮我把 隐隐小鬼给摔写完了 因为隐隐小鬼一定是赶时髦玩游戏的 哪个游戏新 他去玩哪个游戏 对我来说是正确的摔写 这时候还玩原神的人 要么是懒得换 要么是他已经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观众 更能够听懂我讲的管理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隐隐小鬼我不需要 好吧 隐隐小鬼我不需要 说不定就有一部分能够沉下来的年轻人 通过看原神视频 学会了怎么管理自己的人生和工作 不需要外流到死一点 两位啊 很抱歉 我霸占了这段时间 你们也听出来 我霸仪现在有点哑了 因为我持续工作 然后今天差不多已经 我觉得差不多了 对 结晶小鬼也被我过滤掉了 知道吗 因为这都是麻烦事啊 你要去跟他们去辩证啊 好累的 我干脆不要 干脆不要 所以你们考虑到的 我都考虑过了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来开始念第二章的正文 好不好 两位 两位 可以的 可以的 好的 好的 我们今天就早点结束 我们也讲了准点下班 该干嘛干嘛 不要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 我觉得差不多了 那么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 谢谢嘉宾 谢谢观众 谢谢所有人的支持 OK 那就这样 好的 拜拜 最后再祝史蒂芬大佬生日快乐 对对对 祝史蒂芬生日快乐 好好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在直播间一起过了个520 你的声音卡了呀 说的一般声音没有了 哎呀 我的耳机已经没电了 好 如果以后能把直播时间控制再短一点 我的耳机刚好就是能撑完一场直播 行行行 我们以后读书控制在9点半结束 我们再缩短45分钟 对 读书我们可以短一点 我们闲聊可以长一点 那就这样 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 我已经看到了 今天的数据有全程监控 就是 我们直播越来越那种 牛角煎化了 就不要听的 进来以后就马上出去了 然后要听的已经迫不及待要开麦交流了 我已经有好多好多信息了 我回过直播完了 我还有工作要做 那今天先到此结束 我慢慢回你们的消息 不要急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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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